主權獨立國家之事實 提案人呂玉玲、徐志榮、馬文君 決議修正通過 以上宣讀 好 請問各位在場的委員 我們對於上次會議事錄 有沒有遺漏或者錯誤 若沒有議事錄確定 接下來請議事人宣讀報告事項 宣讀本日議事日程報告事項 邀請國防部部長、國家安全局局長 行政院自通安全辦公室主任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報告 從國防部成立第四軍種之必要性 探討網絡駭客之侵擾 對政府及民間資訊安全防範之挑戰 並請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科技部 內政部警政署列席 並被質詢 以上宣讀 好 接下來我們介紹 今天與會的官員以及委員 首先在列席的官員部分 國防部軍備副部長鄭德美上將 國防部常務次長王信榮中將 政治作戰局局長文正國中將 軍醫局副局長陳建彤少將 戰略規劃師代師長李廷盛少將 資源規劃師師長陳正琦 國防採購師代主任黃熙如少將 仁市參謀次長市次長徐炎普中將 通信電子資訊電子資訊參謀次長市次長 胡彥年中將 陸軍司令部參謀長全指揮中將 海軍司令部副參謀長胡展豪少將 空軍司令部參謀長柏鴻輝中將 後輩指揮部參謀長李世國少將 憲兵指揮部參謀長馮毅少將 資電作戰指揮部指揮官楊登青少將 國家中山科學院副院長葛平雅先生 再另外國家安全局副局長郭崇信 國安局第三處專門委員許修琦 第五處處長蔣靜 第六處處長陳立 資訊室主任張彥碩 行政院資通安全辦公室主任蕭秀琴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文教處處長華士傑 專門委員陳薇豪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基礎設施 事務處處長羅金賢 檢任記證吳明仁 法務部檢查師主任檢察官張金文 經濟部資訊中心主任馬正為 商業師專門委員莊文林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主任施仁中 科技部資訊處處長張忠吉 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心執行長劉培文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局副局長黃佳璐 以上是我們今天列席的官員 那我們在場的委員有林常佐委員 王定宇委員 還有羅智正委員 好接下來我們做今天的專案報告的主題 先請國防部政府部長做口頭報告 尊敬的主席 敬愛的各位委員先進 今天個人非常榮幸 應邀到大院委員會 就因應國軍資安威脅相關的應處作為 進行報告 世界上各國為因應日期嚴峻之網路威脅 均將網路戰力籌建列為重要的目標 以國家整體的規劃發展不同網路的戰略 本部極為重視 近年持續調整組織擴充資訊作戰部隊的人力 也同時挹注了國防的資源 以逐步的顯示成效 今天陳盟作委委員先進 長期的對國軍資訊安全發展的支持與指導 使各項資安的整備的工作推展了不斷的經濟 再次特別表達誠摯的敬意與謝意 近年我國政府機關 以民間企業屢遭駭客組織的侵擾 國軍網路安全面臨了巨大的挑戰 考量網路防護是創新及不對稱戰略的重要品牙 本部客村行政院政策指導 積極投入國防資源 從事相關的準備的工作 以提升國軍網路安全防護能量 接下來我想請通知市長胡忠佳 就今天的議題向各位委員做一個專案的報告 謝謝 好 進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 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非常感謝大院安排 從國防部成立第四軍總之必要性探討網路駭客之 侵擾對政府及民間資訊安全防範之挑戰專報 本部就國軍因應資安威脅相關應付作為實施報告 希望藉此讓大院各位委員了解國軍資訊安全防護作為 承蒙各位委員的支持與指導 讓國軍資安準備工作得以順利推展 特藉此機會向各位委員表達誠摯的敬意與謝意 前言 資電作戰已成為國軍作戰的關鍵因素 本部極為重視資電作戰指揮部 隸屬於參謀本部 由總長直接督導管制 均將網路的戰力籌建列為首要的目標 近年我們更調整的組織擴充人力 挹注國防資源已有了顯著的成效 鑑於我國政府機關與民間企業 已遭駭客組織駭清 國軍為政府整體資安防護之一環 本部依行政院指導負責網路防護體系之 國防體系分組 以國軍網路防護為核心 負責規劃推動資安防護及應變等工作 近年在各位委員前瞻的指導及支持下 國防資訊基礎設施依規劃逐年整建 除落實網路專網專用的作業外 並以建置了防護的機制 現警救資安威脅及整備精進作為災暴如後 資安威脅分析因應 本部依行政院的指導逐步的組建 資電的專業部隊 強化了網安的機制 以因應日益嚴峻之害清威脅 並支援政府機關資安健檢及服務人務 歷年發現 網安威脅太陽與因應作為災數如後 社交工程防範不易 近年駭客常以尾茂電子郵件 運用社交工程手法植入病毒 並取得操控的權限 以達到資料竊取或害清他人資訊系統的目的 建此本部要求未經核准不得使用網際網路 傳遞公務資料 以防渡電腦遭入侵情勢的發聲 駭清太陽的日新月曰 本部逐年精進資安防護的系統 以及相關的技術 來因應駭客相關的漏洞 以及刺激攻擊的危險 在運驗有限的資安防護人力的資源之下 本部協助政府執行資安單位相關的漸檢作業 有效來協助各單位提升資安防護的能量 行動裝置管控 本部基於官兵生活時需及兼顧 國防資訊安全等因素的考量 依單位任務的特性與營區環境的現況 開放官兵於營內使用智慧手機 本部另班國軍營內智慧手機的管理事情的要點 明令在營內禁止照相、打卡、熱點分享等高風險的功能 避免造成資訊的危安事件 網路混接產生之下戲 為了有效阻絕各式威脅及網路惡意的行為 本部除要求專網專用禁止跨街外 並且配合副市的資安集合作業 來防範網路遭有心人的混接 防止駭客透過網際網路入侵我們國軍的網路 來確保我們國防的資訊安全 在資安整備及精進作為的部分 國軍面對駭客組織手法及惡意城市 不斷的翻新與嚴峻的挑戰 歷年來本部我們除了建制資安防護的機制 強化全軍資安教育作為外 也持續掌握網路威脅的形態 周延各項資安的管控機制 來提升國軍整體資安防護的能量 現請就精進的做法 災報如後 第一提升資安素養 資安防護是國軍每一個分子應盡的責任 本部為了落實資安教育 在基礎教育階段各軍事院校規劃相關的一些課程 必使國軍各級幹部都要具備將關資安的基本素養 另外我們在加強我們專業部隊的本質學能 年度除編列相關預算 並爭取行政院等單位的訓練資源 來滿足國軍網路防護的時需 貫徹風險的評鑑 本部 客尊行政院的指導 以及CNS27001的國家標準 輔導各單位建立資安風險評估的一個評鑑的能力 主動發掘資安威脅與弱點 妥擬風險及對策及管控措施 令藉由資安相關的預算編列 來挹注資源於高風險項目之整備 以降低相關資安風險的造成 落實應變的作業 依行政院國家自通安全匯報的指導 建立了國軍自通安全通報的應變機制 並側頒相關的行政規則 以有效掌握國軍自通安全事件通報以及相關的應處 釐清資安事件責任的歸屬 令配合行政院自通安全辦公室執行 自通安全事件的應處 應變處置以及相關演練的作業 並適時調整回報處置以及復原等機制 強化資安防護 本部為避免駭客侵擾 落實軍民網路實體隔離 各網際間依精明的程度採專網專用的措施 令建立各自的資安防護的系統 來必提升我們整個網路的安全的強度 以防止資安事件的造成 加強網安合作 為掌握國軍資安事件及國際網路威脅的趨勢 早期完善各項防護與應變的機制 本部積極與政府及國際及民間網安體系加強合作 並沿以科目納入演習來實施演練 並爭取相關預算 專注網安技術發展 吸取資安防護的相關經驗與技術 令參與國家資安查處的機制 共同協助我國重大的資安事件 以強化國家整體的資訊安全 完備部隊編組 因應作戰型態的改變 網路作戰已成為創新不對稱戰力的主要憑藉 也是國軍作戰關鍵的因素 國軍屬於國家整體資電防護的一環 除擔負國軍資通安全防護任務外 並依政策指導執行資訊安全的聯防工作 須依最新的科技發展 調整組織擴充人力 精進整體戰力 完備資電作戰部隊的編組 結語 本部持續強化國軍網路防護能量 並於後續組織調整落實執行 令配合行政院指導 更續派員執行政府機關資安健檢 及各項網路演練等工作 以提升國家整體網路防護的強度 期盼各位委員在相關國防資訊議題上 給予支持 使本部能與時俱進完備各項網路安全機制 並確保國家資訊安全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指導 謝謝 好 謝謝 請公安局有沒有要補充 沒有 行政院直通辦公室 要報告嗎 總結束 Gallup Track 分工 張聾 總結 神明 首次 在我国自通安全防护机制与分工方面 为了统筹并加速我国的自通讯安全基础建设 行政院在90年1月的时候成立国家自通安全汇报 并以四年为一个周期陆续推动了两期 建立我国通资讯基础设施安全机制计划 以及两期国家自通讯安全发展方案 在政府跟民间共同合作之下 已逐步建立国家资安防护机制 目前资安汇报下面设网际防护及网际犯罪征防 两个体系 其任务包括了整合资安防护资源 推动资安相关政策 防范网络犯罪 维护民众隐私 及建立自通讯基础建设安全等 旗下共分七组运作 鉴于整体资安情势日趋严峻 行政院在一百年三月设置了 资通安全办公室 统筹规划国家资安政策 通报应变 重大计划推动与管考 以及资安汇报的相关幕僚作业 并配合第四级国家资通讯安全发展方案 循序推动资安汇报技术服务中心 行政法人化工作 其渐进调整 资安推动组织 以服应国际趋势及业务时需 在政府强化 资通安全防护策略与作为方面 国国政经情势特殊 近年屡遭骇客 以进阶持续威胁攻击 企图窃取公务国防及商业机密 面对日益严重的资安威胁 持续强化资安推动组织 并落实及精进各项资安防护工作 实属必要 政府除了落实执行第四级资安发展方案 逐步达成建构安全资安环境 迈向优质网络社会的愿景之外 我们也从深度、广度及速度三个维度 来强化资安的整体防护 主要的策略跟作为包括 一、在强化资安防御众生方面 102年起 政府资安监控中心的资安防护管理 改以二线监控为主 让资安科技中心的能量 能够用于协调处理跨部会的重大资安事件 并汇整分析政府机关的资安防护资讯 以掌握对岸对我的网络攻击全貌 二、在扩大公司协同合作方面 包括透过政府资安资讯分享与分析平台 结合产观学研的资源跟专业技术 共同防范骇客攻击 也借由资安科技中心转型 政府机关资安服务专案办公室 来积极简化资安服务的采购程序 以及建立资安厂商能力评鉴机制 协助各机关导入优质的民间资安服务 至于在提升机关应变速度方面 除了建置通报应变网站 跟三千多个政府机关 近七千个资安联络人建立通报管道 要求各机关每年办理资安通报演练 及防范二亿电子邮件社交工程外 并从102年开始 逐年规划办理大型的网络工坊演练 促使各机关更熟悉处理资安事件的 标准作业程序 也协助发现及改善多项的网站系统弱点 资安是国家的根本 尤其网络战争一触即发 为了维护虚拟世界的数位国土安全 有必要持续强化政府的资安防护体系 公司协同合作机制等 并积极地建制网络作战能量 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会与指教 最后并借此机会 感谢各位委员对于行政院各项资安政策及业务的权力支持 谢谢 好 接下来NCC有没有要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通常会紧就本会执行自动安全防务各项作为提出说明 依前言的部分 因为伴随着整个网络普及化跟消费行为的改变 所以在引发了网络犯罪及各自保护的议题 也逐渐形成国家安全及社会安全的隐忧 也促使了政府随时检讨国家自动安全政策 以策略的发展措施 本会是依照行政院国家自通讯安全发展方案102年到105年 我们参与的网络网络犯罪政策体系自通讯安全环境组 以及参与的网络网络防务体系之标准规范组 那另外本会参与该体系之下的政府自通安全组 那积极推动通信传播事业 自通安全管制机制 那以下就本会三大方面提出说明 第一部分 我们建设了电信资安事件的通报平台 那本会因为在行政院督导下 我们负责有关通信传播分组里面的组织机关 那也负责了跟电信业者的横向 纵向的联系 还有跟其他分组的横向的群之分享工作 那为了执行上述 资安情资分享及通报应变作为 本会于99年 以及101年也陆续完成所谓的电信领域 CIIP 资安应变自动化通报系统 那包含了电信资安事件通报平台 以及跟所有的网络网络阶级服务业者的 布点主机 那也跟其他 单位的做成一个整合性的资安通报应变系统 那整个系统的平台里面 我们截至去年在资安事件的通报件数里面 有总共有7万5千1件 那其中高等级的事件有3件 第1部分是推动电信事业资安防复 本会亦积极 原定管理法规 然后督导推动电信事业 导入资安防复 那为了强化网绩网络 也就是在第1类电信事业资安防复的机制 本会在103年也公告了 有对于第1类电信事业的 资安安全的管理的专章 那另外我们也在104年11月13号 也比照在固定通信业务管理规则 也镇定了自通安全的管理专章 那对行动通信业务相关的部分 我们已经完全潮拟 那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前面来建设整个完成的 电信事业资安的管理法规 那最后一部分的话 跟各位委员报告 那本会在协助警调 防治网络犯罪的部分 那这个本会会同内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在95年成立 防治电信诈骗技术资金小组 然后在共同延伤电信诈骗的防治作为 那另外97年也成立 防治网络犯罪的技术工作平台 那这两个平台我们陆续开会 达50次及19次的会议 那另外在技术防治网部分的话 为了防治国际电话诈骗 那100年也修订相关的技术规范 103年也订定了行动通信的一些防治规范 那这个有效在103年共拦阻了 260万一通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104年也拦阻了959万通 这样的一个国际诈骗的境外电话 那最后跟委员报告 我们整个政府机关建立了这个 治安的防护以及资讯的分享 那我们期望来降低整个网络 治安事件所造成的危害 那这个因为整个治安是有赖全民 不管政府单位民间机构 甚至个人应该保持高度以上的 应该保持高度的治安意识 那才有办法来整理的防护 来降低所谓的治安的风险 那以上报告请各位委员指教 谢谢 好 谢谢 请问经济部陆委会还有其他单位 是否还有要补充口头报告 来 陆委会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长官 各位委员机关代表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今天曾邀列席大院第九届第一会期 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第十九次全级委员会议 报告 从国防部成立第四军种之必要性 探讨网路骇客之侵劳 对政府及民间资讯安全防患之挑战 本会警提报告说明如此 随着资讯科技的快速发展 两岸交流的领域 已从传统的人流 物流 金流 是透过网络社群网站等进行资讯流通 由于科技的发展与资讯化的普及 不断提高个人与社会 对于资讯环境的依赖 使得自动安全成为影响 国家及政治经济安全的重大议题 国际上 资安威胁已从个别的攻击 演变成有组织 以经济或政治等特定利益 为目的的入侵行为 在两岸频密的资讯往来互动中 我方因强化安全及可信赖的 优质自通环境 以保护个人 企业及政府 各部门的自通安全 维护国家关键基础设施 确保我经济 社会及国家安全 根据大陆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 截至去年104年底 大陆网民人数已经达到6.88亿人 网络普及率超过50% 使用手机上网者也达6.21亿人 这些统计数字代表着中国大陆 有一半的人口都能够使用网路 网民人口超过美国网民人数的一倍 晋升为全球网民最多的国家 随着中国大陆网路力量的崛起 大陆对内透过网路安全法草案 严格管控网路安全 对外 这在去年12月 与浙江乌政举办的第二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乌政倡议 试图争取全球网路秩序主导权 两者已对两岸咨询安全 形成严重挑战 到当局依据网路安全法草案 第三 第二十三条规定 为国家安全跟侦查犯罪需要 可要求网路业者提供必要支持和协助 同时该草案第二十四条一规定 国家支持网路业者开展 网路安全信息收集分析通报等作为 换言之 在国家安全的前提下 大陆官方不仅可要求网路业者 提供用户讯息 并鼓励业者收集相关网路情资 根据去年12月美国彭博社报道 中国大陆骇客组织APT-16 加强对台湾发动攻击 我行政院治安办公司也曾表示 中国大陆网军 侵挠我方越来越严重 评议也越来越高 本会为两岸政策沿逆规划机关 业务多具机敏性 因此对于网路支通安全工作之落实 尤为重视 本会网路治安皇附 西一群行政院国家支通安全汇报 制定制政策作业规范 如政府机关购 支通安全责任等级分级作业规定 国家支通安全通报应变作业纲要 进行资安制度建立 防护设施建构 通报等应变措施 本会具体作为包括 实施内外网路隔离 导入资讯安全管理系统 并取得国际标准组织 ISO 27001资安证书 透过防火墙 陆区防御 社交工程电子邮件防御 防毒等系统 即配合相关单位 知资安监控及演练 本会于104年 经行政院核定为 网路工房演练机优机关 政府高度重视 两岸网路资讯自由 与安全议题 过去针对我方网站 移造大陆网军攻击情形 本会曾兜过两岸网所展会议 陆委会与大陆国台办 建立的沟通联系机制 向陆方表达我方之关切与重视 希望陆方正视相关问题 并调整相关作为 未来如在发生 大陆网络骇客或网军 对我攻击事件 本会一将视情况 透过以上广大向大陆抗议 由于我政府已积极推动 国家资讯通讯安全政策 行政院设有国家 知通安全汇报 及订定国家知通讯安全发展方案 以加强建构国家知通安全环境 落实优质网络社会 为发展目标 透过宏观的治安科技发展 进行整理性规划 推动治安基础 环境安全设定 提升政府机构及民间 整体治安防护能量 并积极掌握 治安威胁状况 分享多元治安情报 强化应变及处理能力等 以维护国家自动安全 有关中国大陆网军 对我发动针对网络攻击之情形 政府相关单位及本会 将持续关注及应应结语 21世纪资讯科技发展迅速 以为两岸人民带来更便捷的沟通 与互动途径 但伴随而来的网络治安风险 也成为国家安全 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我们期待政府积极建构 国家整体治安环境 有效杜绝治安危害 以维护两岸支持 优质资讯交流 本会将持续配合行政院 国家自通安全汇报 落实国家自通安全发展方案 并加强与陆罕沟通 其让两岸咨询流通 有序发展 成为两岸关系 良性发展的桥梁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指导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有其他单位要再补充报告的吗 若没有的话 我们开始进行巡打 本会委员我们原例10加2分钟 非本会的委员8加2分钟 10点半截止发言登记 首先我们请第一位发言登记的委员 林长卓委员咨询 我们请国防部政副部长 国安局郭副局长 国安局郭副局长 然后资通资安办公室 办公室肖主任 委员你好 三位好 我想今天主要的主题是 国防部成立第四军种之必要性 所以对于 主要资安当然是很多层面 但是我想今天主要的层次 应该是在讨论 国防部 在这个面对可能的外界的攻击 我们成立这个第四军种的必要性 这一块 那所以我想 我就不用这个通知电站 这么老口的这个说法 我直接就用比较简称的说法 资讯站好了 我想第一个 先请问副部长 通知电站 资讯站 在虚拟世界的这个攻击里面 对一般的人民来讲可能觉得非常的难以想象 所以比较具体的来讲 副部长可不可以举例一下 可能会有怎么样的攻击 特别接着机会啊 跟委员报告 的确网路攻击啊 是整体国家安全的最重大的问题 无论是平时 无论是战时 他牵扯网路攻击的范围非常的广泛 我们首先说网路攻击的对手 那个人是谁 他是没有国界的 他是有私人个人骇客的个人的行为 也有组织的行为 他牵扯的范围到国家的安全 交通 刚刚所说的一样 牵扯到所有部 所有各部会的安全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具体的举例的话 例如说在以前 传统的实体战争的话 有可能他如果要瘫痪我们的高铁 采用的方法是空袭 或是用飞弹的方式来瘫痪 那现在他增加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他用资讯战的方式 瘫痪你的高铁系统 让你在这个运输这些军需 或是说在逃难 在这个相关的这个交通的这些 要这些相关的设施上面 可以用这个资讯的方式 也可以是他选择的一种方式 委员非常深入 正如你所说的 不但交通 金融 医疗 各个系统 都可以透过网路攻击来瘫痪 这世界上已经有这种案例了 对 所以我想这个在 我为什么要在一开始先 这个能够跟国防部这边 稍微把这个讲得再具体一点 因为我发现网路上面也蛮多人 他对于他也不是太认同 要成立什么第四军种 他不知道这个的可怕 这个的重要性 他以为只是说有人会来盖台 有人会来这个诈骗电话 诈骗集团等等 他不知道这个可怕 就像刚刚副部长讲的这样 过去要用飞弹 要用空袭的方法的 今天他可能用骇客 用通讯的方法 你今天这个港口啦 交通啦 股市啦等等 都有可能被他攻击 那在这边我想问一下 所以 在去年的时候 媒体其实就有揭露一个讯息 国安局的网站 一年遭到中国网军攻击 侵扰高达722万次 恶意的攻击既有20万余次 那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不是只是要攻击 中国的这个网军 不是只是要攻击台湾 他是把攻击台湾 当成攻击欧美国家 还有日本的练兵场 我想这个应该各位都知道嘛 这个资讯我看几位都是点头嘛 应该都是知道 所以我在这边其实有点惊讶 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份的报告里面 除了交通部以外 国防部 资安办公室 法务部 国安局 其实都没有特别提到 中国对我们的威胁 现在全世界应该 最主要会对我们发 发动这个资讯战就是中国 但是我在这边没有要再去追究这件事 因为 其实目前的政府 跟中国的关系 这个一向跟人民的感受不太一样 我们觉得威胁很大 但是报告里面 都没有清楚去写到这个 所以我们来讲 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好了 我们来讲 自己可以做什么的话 2014年 本来这个行政院资安汇报 就说在2014年 就是前年的时候 应该要完成资安警示等级 以及登号规范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的进度如何 这个部分是不是 报告委员 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完成了研究的工作 那现在正在收集相关资料 等这个资料完备之后 我们会来试编 然后来看看这个警示灯号的 这个有效性 实用性 那逐步的来完备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按照你们的进度 本来2014年要完成 那现在大概是今年可以完成 那过去两年 有没有测试说 我们大概遭受到多少次 这个 以美国来讲的话 最严重 亮红灯级的这个状况 我们大概多少次 报告委员 这个 以目前我们是以资安事件 把资安事件分级 来看看这些事件的重要性 那最重 最严重的事件是四级 四三二一 那到目前台湾还没有发生过 四级的资安事件 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副部长 那所以按照我们前一阵子的 这个汉光演习 我们在第一阶段的这个资讯帐 我们是把它放到哪一个等级的 在我们国军的资讯战里面 它没有分任何等级 它是最高等级的一个危害 无论是平时战时都是一样的道理 没有说特别什么等级 只要发起这些攻击 对我们整体的都是有危害的 其实按照刚才几位的这个分享 跟这个报告 其实对我们国人来讲 或是政府机关 也不太清楚 到底我们一直是处于在 怎么样子的等级的 受到的这个攻击 虽然可能有七百多万次 二十几万次的 这个比较有恶意的 但是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哪一次是多严重的 以目前来讲 所以我想再进一步请教是 那我们被攻击 按照我们刚才讲 有很多可怕的事情 会是他们攻击的这一个可能性 如果我们被这个攻击 是我们的高铁系统的时候 我们是由哪一个单位来反应 报告委员 如果是在前置的 如果他是先发动 这个资讯方面的攻击 那么这个现在的资安推动组织 也就是行政院科技部 资安科技中心 我们会先来因应 但是一旦有实体的灾变 我们有一个国土安全的应变计划 其他部门就会立即的来会同应变 那如果是学校被攻击 当然就是如果委员的假设 都是从网络进来的话 那这个我们就会会同教育体系 或者这个当地的地方政府 大概相关已经有一个这个事前的应变计划 相关机关都会进来共同作业 我大概知道目前可以回答的方式 因为包括我本来还想要再问股票市场 那如果物流网被攻击 但是我想答案应该是我们会会同相关的单位 然后只要是他们相关的机关 那我们都会会同他们一起来因应 那大概会同的状况的样子 其实我可以 等一下 那我倒是还想问国防部 我突然多想到一个可能性 那如果我们反击敌人的能力在哪里 例如说他瘫痪我们的高铁系统 我们有办法瘫痪他的机场吗 或是由谁来发动瘫痪他们的机场 这个是不是请 治安局次长来做 先做专案的报告 大概跟委员来报告一下 我是国防部的通知次长 是 一般来讲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初来所报 按照我们现在的国安法来讲的话 我们国防部在平时的时候 我们是执行各项网络的防护的工作 在平时 我们可以先比照一下美军的部分 美军在网络的攻击的部分来讲的话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做相关的主动的攻击 或者做相关的防护作为 那我相信委员的情组上 这个月吧 有特别提出来 美国的Cyber Command 就特别提出来就是说 他们的部队来讲的话 他们针对IS的部分 他们也把它帮作一个网络上作业的目标 所以说我现在跟委员在那边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平常所做的事情 我们现阶段国防部 所能做的事情做防护的作为 可是我们也要做相关 网络相关支援攻击的一些准备的工作 但是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 或是没有这个准备 或是说这是机密不能讲 我跟委员大概报告一下 当我们要去做防护的状况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所谓的威胁的分析 所以我们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都有做很多相关的研修报告 目前就是没有办法讲出很清楚的 我想我们看一下目前的组织表 这个表格大家应该看过蛮多次的 我想问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单位相关的 国防部 因为我们要设立第四军种 国防部请问一下你们知道 现在你们在哪边吗 大概有四层 我们有一个叫国防分组 想象中的应该是你们马上会知道是哪一层 那其实在按照现在的这个组织架构图 其实也是被这个很多专家学者批评说 非常的跌床架屋 那也是刚才我们的萧主任 为什么他在回答的时候 有每一个都只能回答说会同相关的单位 因为事实上我们要会同的单位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复杂 那因此 其实就像刚刚成如前面这一位同仁说的 美军有网络司令部 现在南韩也有网络司令部 但是我们的国防部 现在是在一个乱七八糟的架构之下的最底层 那他跟他同样位阶的其他的部门 看起来他其实重要性又未必有像我们在建立第四军这么重要 所以我在 跟委员再补充一下 对不起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三 为什么第三层 是因为我们在行政规定是三极致 这个架构图我们是在第三层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就国防部来讲 我们的 我刚才我们的报告特别强调 我们叫支店作战指挥部 事实上我们是把通支店全部指挥 单程一个指挥部成绩在负责相关任务 好 我现在要强调的是 现在我们期待要建立的这个第四军 他应该是要在整个这个资安全面检视的状况 类似像美国的网络司令部 或是南韩的网络司令部这样 而不是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那我们在问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到底我们有哪一个专责的单位来处理的时候 只能说会同相关单位 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主张 其实应该要这个停止 要废除这个资安中心的这个设置 因为我们认为这应该要全盘的来处理 然后整并跌床价屋的这个组织 在这个脉络之下 其实我是支持 这个国防部应该要建立第四军 那我也觉得这个预算应该要这个有所保障 才能够真正捍卫我们的这个 尤其是这个资讯上面 这个网络的这个国土安全 那也期待未来我们能够建立一个 真的是一个能够专责分工清楚的一个 这个面对因应这个资安的这个政府组织 谢谢 谢谢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罗智政委员咨询 主席可不可以请政府部长 副部长 还有人事的次长 委员好 次长 副部长长 委员好 今天跟昨天看了很多的新闻 内心其实蛮沉痛的 副部长知道原因吧 知道 你看看这些电视的报道 压力都是假 报军官装病领退伍金 装病三个月就退 退伍领进百万 国军英雄轮诈骗 不能说的秘密 次长你看了什么感想 部长 副部长 你听了看了什么感想 是 我第一点跟委员报告 我们国军编组21万人 绝大部分官兵 努力在战性本物 不畏苦不外难 捍卫国家的安全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官士兵 都是非常英勇地捍卫这个国家 第二点 少部分人因病住院 我们国防部尽最大的照顾 归附健康 让他重返了职务上 这也是应该的 对报载上所说的那些单独的个案 我们非常的重视 我们编组专案小组深入的了解当中 一定按规定处理 好我想请问一下 刘优泰烈 去府存清 确保我们国军的壮大 这是我们要做的 好 那个次长我请问一下 根据陆海空军的军官士官的服役条例 有哪几个条件 是可以满足所谓停役 退伍跟这个除役的 我看先谈停役的部分 有八款对不对 委员这是秦布斯规司 他法规主管单位 有八款 什么失踪啦 被俘啦 撤职啦 其中一个要因其他事故 必须予以停役 对不对 是 这十四条 没错 退伍 有几个条件 有八个要件 其中第三款是什么 第三款是因病伤 或者是体质衰弱 经检定不适服现役 可以退伍对不对 好 除役呢 第十五条 除役 第十六条 对不起 是 第二款是什么 因病伤 对因病伤 残废 是 经检定不堪服役者 可以除役对不对 是 我昨天要一份资料 你们应该有准备了 是 我们想了解军官 我们只看军官就好 过去五年来 到底有多少人是因病 办了所谓的退役跟除役 从101到现在为止 这个数字你们都有嘛 对不对 报委员这是我昨天 今天早上 提供给我的 提供委员委员非常重视 报委员委员跟委员报告 我们从101年 因为每一年的人数是不一样 在101年是187个军官 102年是206 103是184 104年是187 那这个整个的一个 今年到4月已经65 对不对 对 大概这个比例 大家都维持一个 我先不讲比例 过去四年半以来 已经有829位军官 因病来办理退彻役 其中有661是因为心理疾病 占了八成 这比例不小吧 报委员 当然就这个整个一个人数来讲 在这个整个办理因病提议里面 因为精神疾病的占人数 当然是比例比较偏高一点 偏高吧 报委员我是不是请军医局 我先不讲 他占整个所有军官士兵的人数 我们只看军官 但里面很多都是未及的军官 你们具体数字还没查到 分阶部分我们查完 没关系 八成是因为心理因素 那个军医署是吧 军医署 这个比例算不算偏高 就是在因病办理退役 或者除以停役的部分 有将近八成是心理因素 你认为比例会偏高 还是的确事实是如此 没办法 报委员 因为因病停役的部分 有很多的疾病 没有错 可是我们现在讲了 你们自己统计的资料 因为心理疾病因素 有661位占829位里面的八成 高不高 以这个数字来看 已经高于我们平均人 这个一般病患的一个比例了嘛 报告委员 那一般来讲 我们这个志愿医的军人 因为因病 因为这个心理疾病退役的部分 大概占整个志愿医里面的 大概5% 如果以全部的人数 我现在只讲说 因病办退除役里面的人数 我们再开个数字 让你知道一下 这是过去四年半 官士兵因病退除役的统计表 你看医务议是官兵 有9950人 是因病办理退的 其中4166是心理的 占了4成2 而志愿医的官士兵里面 1826半退 其中1440 7成9 是心理因素 我们官士兵的 志愿医的心理因素 好像更大 总平均也不过4成8 而官士兵在志愿医这块 就占了8成 已经超过了所有 包括志愿医务议 4官兵的总平均值 差太多了吧 是他们压力很大 对不对 报委员 这个报委员也跟委员报告一下 当然就从这个 整个一个数字来讲 因为医务议里 第一个 我们现在医务议的军官 本来就已经 这个进来人数 本来就很少了 我们讲比例 我们不讲人数 所以报委员就说 因为没有医务议的军官 所以在第二个里面 刚才报委员 我也跟委员第二份一个资料 因为很多义务议的人员 他在新兵的期间 他就厌退了 所以这一部分的比例 我们现在总是在赢的 没有讲厌退的 我们讲在赢的部分 因为他有在第一次 那个新兵的部分 就已经去做了一个厌退的动作 那我请问一下 我们在军校的时候 没有做心理生理的这种检查吗 报委员也都会去做 对啊 那有些到底有多少毕业人数 是因为新生理因素 所以不得 直接办除役的 退役的 报告这个比例应该是很低的 很低嘛 所以是进了不得之后才出问题吗 报委员就说 今天当这里面 刚才委员所提到 有关精神疾病这一部分 有关的分界的部分 因为这个总监委员提出来 我们可能要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再跟委员报告 副部长还有各位同仁们 我们不是说质疑这些 都是装病假病 我没有这样说 我们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 出在什么地方 我相信很多名词都出现了 像动摇军本 动摇国本 我想请问一下 基层军官的严重不足 边线比到底怎么样 那个次长 报委员 我那个 我请 是不是能请陆海公军 陆军的 先报委员 我先跟你报告整体 我们整体比例 目前我们位级军官的比例是80% 所以差20% 因为 边线比差20% 报委员现在是年初 因为我们今年还有军官要补充 没关系 我请问一下 那陆军的 基层的军官 卫官好了 基层连队 卫官差多少人 缺多少人 我们现在卫官的比例 现在是76% 所以还差两成是不够 但是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7月份 军官学校毕业是个大宗 另外我们 每年两T次的专业军官班 在这一两个月 那你们可以补到大概什么程度 大概到年底会85% 那还是差15% 大概人数多少 是是 这个人数的部分 我不讲具体 边线 现在差15%的军官人力不足 人数大概多少 几千人 如果差15%的话 1000多人 1000多人 对不对 这数据是浮动的 对我知道 大概1000多人 是的 这主要是为几的 对不对 是的 好 那个海军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报委员 不是不是 不是哦 不是不是 报委员这个人数的部分 报委员这边讲 不太事 我下去跟委员报告 好那我讲比例就好了 所以陆军大概差 如果到年底左右 差15% 报委员 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职缺全部补到满 好那我只要问个问题 基层的 是 所谓联队的官 军官的部分 是不是严重不足 报委员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我要帮你解决问题 是是 这个常数来讲 也不会严重不足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招 所以我问你 现在这种所谓的 以室带官 以兵带室的情况重不重 有点不严重 有少部分 有少部分 是有吗 有带的 对 有没有无关可派 目前有些联队里面缺 因为我们之前那个自杀 因为他是联长 肩负联长是不是 因为你 副联长是不是 副联长 排长兼副联长 不是 还是什么 陆战队 陆战队那位吗 是是是 我们要知道问题 坦白讲我们基层的 军官是非常辛苦的 是的 人力的不足 人少不足 事多 事杂 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国防部要正视这个问题 我刚才并没有说 这些都是假的 装病 其实对他们也不公平 但重点是 当我们的基层的士官兵 面临那么大的压力 尤其是军官 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人力不足的问题 我们希望国防部重视 用各种方式 尽可能来补足我们人力 不要让我们一个官 同时兼好几个工作 这几个 所谓的制裁的案例 我们都看到很多是因为工作压力真的很大 然后请问一下这两位 所谓连长副连长 因为精神状况的问题 想要请退吗 有吗 海军的 这两位情况下怎么样 现在在住院治疗中 是停疫吗 还是暂时 还没有 那 住院治疗 你所了解 主要是因为什么因素 还是因为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是什么造成的 压力 还是最近因为部队里面一些状况 当然每个个案组有它的个案 那这种情况在军队里面 补补补愿 两位主管 主官 这不是小事情 在部队里面 每个担任主官 每个担任干部人都有压力 我们都可以承受压力来解决问题 那你觉得他们抗产性不够 还是说的确我们在 工作跟工作 跟他们的这个执掌的压力的比例 超过他们可以承受的范围 还是他们个人的抗产性不够 个案有个案的研究考量 我们会观察 我们希望我们的国防部 持续去关注这个数字 因为我昨天掉一个数字 我本来以为你们本来都有了 就临时去做统计 做资料 很辛苦 赶了一个晚上 但这个数字照理讲 应该随时都要掌握的 我们必须要了解 我们的军事官兵里面 到底有多少人 因为这样的心理压力 坦白讲 这几年下已经将近一万多人 因为心理压力 而必须要所谓的停役 退出役 虽然占总体的军队人数不高 可是听起来数目也很恐怖 上万人 那是不得了的数字 所以我们还期待就是我们外交 这个国防部这边 正视这个问题 希望它只是个案 就刚才提到了 如果变成一个通案 那一定制度上有问题 已经在人力的比例上 边线比上出了很大问题 这个问题 本席并不是要来批判国防部 而希望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尤其在这个所谓基层 军官的这一块 他们的确承受最大的压力 最近这些个案让我们看到 这是冰山之一角 我们真的希望国防部 好好的正视这个问题 好不好 谢谢主席 谢谢副部长 好 谢谢 下一位请蔡思英委员咨询 主席能不能请我们这个国防部 军备副部长郑德美 郑德美副部长 各军种的报告的这个缺额 这个军官的一个缺额 那副部长 你认为这些缺额 你要如何把这些缺额补足 军官的缺额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国军啊 只要战力达到80% 边线人达到80% 这是可以作战的一个部队 低于70% 它是就有任务会 随行有影响 所以你认为现在看起来 海空军 这样的一个编组 这样的一个人员的额组 是合乎我们范围之内 来 等一下 来 等一下 副部长你这样讲我又有点问题 来 刚才我们有讲到嘛 我们这个目前来讲 边线比最低的是陆军嘛 对不对 百分之七十几嘛 海空军刚好没注意听 海空军是多少 目前边线比 海军跟委员报告 我是人事事 海军是87% 空军是83% 所以现在问题比较多了 就是处在陆军的部分嘛 百分之七十五嘛 我刚才也跟陆委员 再补充报告一下 赵委员 我们在今年 因为我们军官 它会有一个补充的 一个间隙和流动性 今年的七月份 我们正级军官要毕业将近一千人 那我们今天七月份 所以没关系你说你七月份 补足之后会到百分之多少 对 像陆军的话 到今年年底 它可以到达85%以上 百分之85 对 那退伍之后呢 年底又一批退伍的人的话呢 就掉下来了 我们预估它可以 就是退伍 我们预估它可以 在这个退伍 退伍跟补充之间的 平衡给它百分之85 百分之85 那为什么今年就差这么多 不得因为 报道就是刚刚跟你报告 他百分之85 中间间也不会只有差个几百分之 所以嘛 所以有差额嘛 所以我就说你485是最高嘛 有可能会在当下 因为有些又有退伍潮啊 也可能留营它会留下来 都有我晓得嘛 所以 有含退伍的部分 还是都会有可能的情形嘛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根据刚才我们请教的问题 有一些因为 有相关的疾病 办理退伍 在我们目前的 所谓的厨艺或庭艺的规范里面 厨艺或庭艺的规范里面 我想问一下副部长 跟我们人事事长 就是说 你觉得啦 对于他们这个问题 有没有解决 比较更好的解决方案 如果真的 他不愿意留在部队的 他自己觉得 他不私任的人 他除了因病退伍外 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管道 可以让他 离开这个部队 也不至于 刚才王副长讲 不要拖累部队的战力啊 这些人我想 问一下我们的副部长 或次长 你认为 在现行的法令规定之外 你们觉得 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报告一下 报告一下 我再也跟委员报告一下 按照我们现在 服役条例的规定 我们所有的制片医的军官 还有市官 在任官之后 除了这个考核淘汰 以及病上退伍之外 其他人员都必须要 按照我们招生检张 所定的 我了解嘛 我这个是目前的规范 我现在一直说 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有些人入伍之后 服役任官之后发现 他没办法 习惯 我们部队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或者部队的模式嘛 他没办法继续待下去嘛 那他除了一条路 称病退伍之外 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项 目前是没有嘛 对不对 目前没有 那你觉得这个问题 要不要解决嘛 还是觉得不需要解决 反正就逼到他受不了了 去 这个 申请看身心障碍的疾病 或者不行 就学最近我们几个旅的军官制裁 不错我问你 在现状之下 你们觉得有没有提出 其他的解决方案出来 是 我们直规司司长 负责这部分 先给你做一个报告 报委员我想任何一个团体 任何一个群体里面都会有 这个 比方说抗压能力比较薄弱 没错嘛 对啊 所以我想委员很清楚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 任何一次机会 让他回复到一个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他们如果真的已经也向部队表达 他没办法再继续做下去的 这一些人 你们除了 现在的状况你们在派人盯着他嘛 对不对 否则他就去看病 看医生嘛 然后不行就去住医院嘛 住到时间到退伍嘛 我想因病我们要同情 是 如果他真的在还没因病前 就充分的表达他不私人的这些人 我要问的是说 你们不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你们觉得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还是觉得说他即便了他主张 我们不要理他 继续交求他负在部队里面 这个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问题来 对嘛 所以我才说 你们有没有提过什么方案 我想现行的服役条例 相关的规定 因病或者是因伤 这个部分 我了解 这个因病因伤 但是委员讲的那一段 如果说 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嘛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为什么这样提 我没有讲得那么白的原因 所以这个涉及到整个国军的 军官的任用的问题啊 那这一方面我们希望 部队的战力能够增强 可是事实上 确实有少部分的军官 在服役之后 任官之后 他发现 他没办法来习惯 配合我们的军理的整个部队的任务演训啊 那那些军官 你按照现行的规定之下 你除了因伤因兵之外 他没有其他的路 不然就是他摆烂 每天在那边睡觉 你给他寄个两大过免职或干嘛 除此之外你别无他法 所以我刚才问了我们的副部长说 我们想要维持一个战力强的部队的时候 对于不私人的军官 我们就应该采取主动积极的方法 而不是放在那边 因为我想我们的长官应该也很清楚 我们有许多 在国军的相关军医院就诊的 住院的这些军官们 我们还要派人去陪伴 不是吗 所以事实上 他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战力 所以我说这个部分我先这样讲 我也希望你们近期之内 你跟各位分子要 你们对于这个部分 你们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这次 今天要问的是治安的问题 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科技已经上太空 规范还在杀猪公 什么意思 来 问一下我们的副部长 你知道你们最近有订一个 你们出一个营区的APP你知道吧 知道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军官 哪几位军官有装了这套APP的 副部长你有装吗 不用 你不需要装就对了是不是 那您是 董事长 那您有没有装这套APP 报告委员 给您报告两个状况 第一个 我们现在所做这个 智慧型手机APP的部分 我们现在在试行阶段 我了解吗 试行那是从你们长官开始试起 我先跟委员大概报告一下 因为现阶段 就国防部来讲的话 我们基本上 在部门部里面 如果没有经过核准 现阶段 参考美军的 美国国务部现在的状况 还并没有同意 要开放智慧型手机 我了解 所以你们现在 我这意思说你们没有去试过这套APP 试过也展示过 所以你装过了没有 装过 你装过 好 问一下 副部长你没装过嘛 对不对 我没有装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在座我们国防部的军官吼 这套APP 装过的请举手一下 这套APP啊 我们的文中将 你有装过吗 这应该把你们管的嘛 应该你们没装过嘛 我们的这个战略规划师的 代司长 你有装过吗 也没有 那我们通信电子参谋次的次长 胡中将 不就是我 你有装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 三军的参谋长 副参谋长 你们有装过了吗 也都没装过 你们知道是他有CP吧 知道 好家在你们来说知道 那我们的这个 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 副院长有来吗 你有装过这一套吗 也没有 所以目前看起来 你们还在推广阶段就对了 不是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一个阶段在做完以后 那我们会针对这个APP 现在所使用发生的摯爱 你们的流程是104年 就扩大推广 那个修正了是不是 为什么跟委员报告一下 发现有问题就对了 我们做完以后 会希望要把它做 适用性完以后 知道吗 来 我再问一下 这里有三款手表 按照你们的规范里面 手表不能带进去吗 对不对 就是附属的装备 附属的装备 那我想请教副部长 这三套手表 你看起来 哪一套是属于那种 智慧型手表 所以如果你们看到 这三个阿兵哥 带着一个人A B C 各带着一只手表进去之后 C就会被你们拦下来 说不行 这个不能进来 这是被管制的 是不是 没错吧 跟委员报告一下 一般现阶段 大部分的智慧型装置 都要配合它的智慧型手机 今天当我如果说 这是一个市型的单位 当我的智慧型手机 把它的照相定位 相关功能取消以后 事实上 这个智慧型手机 相关的功能也就没有了 我想这个要跟 这是穿戴型手表吗 对 所以他们这个可以带进去 没有 我们现阶段来讲 是规定不可以 不可以嘛 我知道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刚才我们副部长讲了 这个A B C这三款 我们最右边那一款 它就不能进去了嘛 看起来它就是 这个智慧型手表嘛 没错嘛是不是 没错你很厉害 这个是华硕出的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这三款里面除了 右边那一款之外 左边这一款也是 这款更先进 而且是对岸的中国做的 华为生产的 华为生产 中国有信心 台湾没信心 你看一下这一套 它还有内建核心处理器 什么几乎都有 一般的我们在叫 营区管制识别的时候 基本上是很难判定的 是 很难判定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 待遇你们目前现行的法令规定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我们的这个 次长这边 可能也许啊 你们必须要把这些坊间 所有你们了解到的 也都要一并通知我们相关的单位 谢谢委员 因为像我讲的这个 说实话我刚刚看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一般的手表 我刚刚不懂 你也觉得一般出道 可是如果真的是有心人事的话 那可能它就去你们的大直营区 绕了老半天了 它应该也有照相功能等等 几乎都有 都蛮先进的 那看起来就跟一般的手表一样 你要查核其实不大容易 了解 但是我为了要预防我们国军的治安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做的东西 好 那另外你们的规范 你们有规定说 你们这个手机有不雅图片等等 你们必须就把它删除嘛 对不对 是 那这个部分你们还会继续执行下去嘛 没错吧 对因为如果违反金预 或者说不正常的情况 OK好 那最下就是我最后跟他问的 刚刚这个APP的部分 因为你们在事办单位 其实有许多阿兵哥 向媒体也向本席来投诉 说这个状况很差 所以刚才我才特别问了副部长 那刚才我们的次长 你刚才讲说 你们未来会继续再重新再修正嘛 是不是 好 那我想回你 你最终定版的APP 什么时候可以把它修定完成 跟委员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现阶段在我们整个的 测试的过程中间 我们从原来有120多项的 使用上面的遗议 我们就一直在不断的修正 第二件事情跟委员报告一下 就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没有一个确定的日期的原因 是因为它智慧型手机的软体 它一直不断在更新 好嘛 那我说 你说要扩大到全军使用 什么时候要扩大 我给您大概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大概在5月底 原则上新版的这个 完成 完成出来 然后也交付全军使用 交给现在的使用单位 再试一次 再去确定 再试一次 再由各军种 依据你部队的形态 去决定开放的范围 好 那没关系 那如果这样讲一下 次长我想请你给我 告诉我一个简单的数据就好了 你认为这个案子照你们目前的规划 什么时候可以到全军都开始使用 这一套软体 年底以前 我想 你事办就很久了 很多年了 没有 所以说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一共已经用多少量了 我们大概有一万人在使用 我知道嘛 一万人在做的没有用过啊 因为他 我们现在是以部队 我了解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的就是 你现在告诉我说 我现在就问你嘛 就是最晚年底的时候 把我们定一个预期目标啊 跟委员报告这样 跟委员报告就是 我们会后以后 我先跟您报告就是说 我们原则上 年底以前 我们把一个 就是固定构型版先出来 好 OK 来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我们之前作战指挥官 我们的杨绍将有来吗 来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就好 这个 我们今天的主题 在讨论第四网军的部分嘛 那我想请教一下杨绍将 你现在是我们 自电作战部的指挥官嘛 对不对 是 好 我想请教一下指挥官 你的属下有多少个 军人啊 属下都是 对啊 你管的啊 你管的这个部队有多少人 2300余人 所以你有2300余人 做自电作战的部分就对了嘛 是不是 好 为什么这样问哦 那你认为 如果未来新政府把你的位阶在提升 你觉得怎么样 表示很重视你啊 那目前我 我这样跟委员报告 我们从95年 曾经到现在 我们原额 编制 还有组织啊 一直在调整 一直在调整 增加嘛 好 那这样子哦 麻烦你会后给我一份 你们新调整的编装表 好不好 可以吧 好 那我希望说你会后 为什么要这样讲哦 资电作战不是在维护资安 还有攻击的这个部分 国防部应该代表着是攻击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这部分应该是四色比较敏感跟机密的问题 所以我想说你会后再跟我说明 好 好 谢谢蔡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江启臣江委员 好 谢谢主席啊 麻烦主席邀请副部长 对 副部要请 副局长 副局长请 支通安全办公室肖主任 还有交通部 好 还有交通部官员请 好 我们四位长官哦 这个 台湾是 这边提到 台湾是駭客攻击活动 最频繁的国家 各位同意吗 都有人点头 有人不点头必要头 都同意吗 四位都同意吗 自然办公室 同意 全部都同意嘛 都同意的话 这句话是交通部的报告里面写的 我们的国安局 报告里面也没有提 国安部也都没有提 自然办公室也没有提 居然是交通部 在他的简单的书面报告里面去提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很严重 很严重哦 这是政府对立法院的报告里面提说 台湾是駭客攻击 最频繁的国家 甚至超越了美日 跟其他欧美国家 对不对 我们交通部的官员 这里面写的嘛 里面还提到说 这个 它的规模跟深度啊 已经构成 准战争程度 准战争哎 这交通部写的哦 那官部 我们有没有到准战争的程度 官局 有没有 准战争程度哦 什么叫准战争程度官部 副部长你解释一下 资安部分不分凭暂时 一直持续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说准战争 它是有一个规范的 对这个规范是什么 军人御图明显 具有犯台气图 我们有规范的 所以说这样的用词 在国防部不让 通常不用这种 通常你们不用 可是交通部用了 而且还刮服 来 那个资安办公室 是 肖主任 这应该是你们的专长 你们来判定才对 你上面是委员会嘛 资安委员会嘛 是 你们是办公室嘛 对不对 什么样的状态 让我们的网路战 要陷入准战争程度 在你的定义里面 谢谢委员的垂询 您刚刚提到 其实我刚刚没有很快点头 是台湾 所以你刚才没有点头 但是因为那个答案 是介于中间 是台湾的骇客攻击活动 确实频繁 但应该是最频繁的国家之一 不是其中 只有台湾 那要讲的是 一个是趋势 一个是台湾 网继网络的发达 这个民众使用电脑的 这个普及性 这都是原因之一 所以主任 主任我只想要问你 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在网路战 可以视同 类似已经是战争状态 倘若它危及国家安全 危及国家安全 是 然后呢 还有什么 所以 所以在过去这几年里面 所有的骇客攻击 你能不能举出几次 是已经到危及国家安全程度 然后你们有启动相关的应变措施 报告委员 如同我刚刚说过 我们资安事件是分级的 那这个四三级 分级 就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就会启动一个比较严谨的处理机制 那到目前我们没有四级的资安事件 那有一些三级的 那 所以四级的时候就是属于准战争状态 它是比较接近的 那过去以来都没有四级的 到目前没有 那为什么没有 其实你受到攻击 还要这个攻击是得逞的 因为我们资安事件是以你受攻击之后 这个所受危害程度 对 那台湾之所以能够维持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张院长曾经说过 我们资安是很严重 但是还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 其实我们要很感谢的是 我们最近在推 主任我跟征明讲 你刚刚讲我们资安很严重 所以说我们资安受攻击很严重 但是我们自己的防护能力也不弱嘛 是不是这样 所以才在过去几年当中 虽然被频繁的攻击 但是我们还守得住 是不是这样 没错吧 所以代表了过去这几年以来 其实当然我们绝对可以假设 这大部分来自于对岸 这些攻击不只对政府不能 对民间部门都有 甚至他们有专门的部队在打击 这我们都了解 那现在问题来的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当然这个我还是希望 政府在这个定义上面能够一致 不要一个部会说 这个是准战争状态 另外一个部会说 还没有 我们还可以控制 还可以防护 那国防部我相信 你们的这一个 这个 这个 资电作战的指挥部 在过去以来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虽然第四军还没有成立 但是这个指挥部 在我们目前整个资安防护网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似乎已经悄悄地扮演很多的角色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目前我们政府自己制度化的 一个防护机制是怎么样 是行政院国家资通安全汇报 是一个上位的机关 上位的这个组织 委员会 他在负责政策上面的指导 下面有行政院的资通安全办公室 来配合国家资安中心 资通安全科技中心 虽然这个目前有点状况 但是是这样子的一个三角概念 在做我们的资讯安全的防护 那这里面我们就没有看到国防部的角色 但是国防部有没有在做 有没有 部长 不只是在国防部内 不只有在国防部内部 我讲的是包括其他部会 为什么我这样讲 你们自己的报告也提到 国防部持续强化国军的网络防护能量 而且配合行政院的指导 耿续派员执行政府机关 资安鉴检及各项网络演练等任务 所以平时其实国防部 你们就已经记录在各个部会里面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有这样的机制 详细情形起次长 是不是这样 比较深入的报告 跟委员报告一下 其实这个资通安全汇报 刚才就刚才林昌主林委员报告一样 我们在整个资通安全汇报里面的第三层 就是我们国防分组 那我们国防分组是整个国家的资安体系中间的一环 那我们刚才讲我们国防分组负责我们是针对国防部 国军的资安防护的任务 但是同步也接受行政院的指导 所以这个让我感觉是说 国防部好像能力比较强的样子 没有因为我们有在资源执行相关的人力去做相关的作业 因为你们人力比较多 是这样吗 因为你们现在2300多人 没有 跟您报一下2300他叫通知店 他负责国家的国军的 那真正在网络站的部分有多少 还是我下面再 等一下下去跟委员再报告 是秘密 那我们现在就有在做相关的工作 我们是整个通知 整个国家的资通安全的一环 所以说我们完全是配合行政院的指导 去做相关的防护 那相对的 这个国家自通安全科技中心 他每一年每一季每一个月 也会将相关的资安通报提供给国防部 来做相关资安防护的 那以国防部的角度 你们认为这样子 这个三角关系 足不足以做我们的资安防护 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 原则上 资通安全汇报是负责整个大家座的部分 没错 那个资安办是负责整个的行政业务的督导 而国家自通科技中心是相关技术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 我们把它转到所谓的第四军 因为新政府在他的这个 国防政策的蓝皮书当中 其实有很明确提到 未来要成立资通电军 然后作为陆海空军以外的第四军 然后最快是2019年就要成立 那新政府520就要上任了 520上任之后 这个三角关系搭配上你国防部的第四军 是不是这样 跟委员报 其实因为新政府的政策 其实我们也是从白皮蓝皮书 以及像一些媒体上面所得到的资讯 那这边想报告一下 就是说 事实上我相信 现阶段我们的政策 跟未来的政策 其实是一致的 就是认为现在的资安的威胁是非常高的 大家应该朝这方向去努力去做 那我们也想表达事情就是 这段时间我们不管资源人力 我们也配合政府的指导 朝这方向一直在努力的 所以未来 未来这样子的一个第四军的规划 我们现在是 这个支电作案指挥部是2400人 当然你可以说 那里面包含了很多支通电的人 那如果把它整合起来 变成第四军的时候 我们看到 其实美国 它的网军司令部 它在09年成立 它大概是6200人 南韩差不多1000人 那我们现在说要6000人嘛 就蓝皮书的 这个规划当中 规模是6000人 6000人 人要从哪里来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 这不能如果啦 这很快啦 下礼拜就520了嘛 很快就要开始做了 我相信你们要所准备 6000人要从哪里来 还有以6000人的规模 跟美国6200人的规模 你们人要从哪里来 有没有想过 在我个人来讲 我认为 质量是必须要并重 质跟亚都并重 所以你认为量多少 其次质比较重量 当然 就通知店来讲的话 越多当然是越好 但是事实上 值是最重要的 我想这边来跟我说 除了值之外 其实这里面 还有很重要的问题 当然 资安的防护工作 绝对是未来的趋势 要不要成立第四军 你们可以做详细的评估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 保卫国家的资讯安全 可是这里面 除了你刚刚所讲的说 这个值跟量的问题 其实在我看来 还有很重要的问题 这些人未来的中程考核问题 还有包括你们现在 那两千多人的中程考核 这个所谓的 你现在的带领的 这个资电作战指挥部 请问这些人 熟悉网路作战的人 他退伍之后 你有没有列管 有没有 他万一被吸收了啊 被对岸吸收 被其他国家吸收 甚至被商业间谍吸收 都有可能 这是虚拟作战 网路作战里面 非常可怕的 你们有没有列管 没有 所以未来要成立第四军 这六千人 绝对要列管 那现在就有两千多人了 据我所知 在两千多人里面 当然有的是硬体的工程师 有些是软体的工程师 有些专门在从事 网路作战的这些人才 这些是国家最重要的人才 没有错 可是中程考核 有没有做 有没有落实 退伍之后 有没有列管 目前都没有 这是一大漏洞 真的是一大漏洞 所以副部长 你的政策上面 这个没有政权移交的问题 这个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还有国安局 你们也没有去检讨 你们去检讨 这些人有多少人退伍了 有多少人退伍了 请问一下 我们人事的长官 还有 或者我们那个指挥官 我们的知事电作战的指挥部的指挥官 能不能回答一下 有多少人退伍了 或者离职了 这些人其实非常熟悉台湾的整个网路作战的一个状态 跟委员报告一下 关于刚刚提的网路特种部队 我们网路特殊专长的人员部分 一退之后我们都有特殊的一个要求 跟保密的规定 你怎么样要求 我请问你怎么样要求 他们退伍之后负担怎么样子的保密任务 依我们相关国防部里面有相关的保密等级规范来限制 另外还有我们有加以列管 包含后备动员的部分 我们可能会再动员他来实施相关的 比如说他出境有没有列管 他到大陆有没有列管 没有 没有嘛 是 我新闻局长退伍到大陆列管三年 不是退伍啦离职啦 那这些资通电的专家 在国防部里面 你们还派 国防部还派到各单位里面去协助资安 这些人退了之后 你不用去列管他吗 列管当然不是限制他的行动自由 但是你必须找出方法来 避免他把国家的机密给泄露了 还有他熟悉的技术给外移了 然后对国家的这个资安啊 造成重大的威胁啦 副部长 这个是政策上面你应该要做的啦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江委员 好 谢谢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王定颖 王委员 谢谢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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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官我们的杨少将 杨少将 另外国安局副局长 国副局长 国副局长 资安办公室萧主任 萧主任 还有麻烦我们交通部 私人中师主任 交通部师主任 委员你好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是 很具体 看起来好像在网路里面 它却实质影响每个人生活 它也很心 它也很迫切 而且它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所谓第四军种的成立与否 我希望就教各位一些问题 第一个根据国安局跟交通部的报告 我如果引述错的话 你们可以随时更正 就是目前这个网路攻击的状况 已经从政府机关下一个阶段 看起来是要移动到民生设施 国安局的报告还特别举了南韩 爱沙尼亚等等 交通部的报告还特别指出了 在去年12月底 乌克兰一个州停电 后来发现派客攻击 我们国安局 我这样引述你的报告结论对不对 你看直接用麦克风讲没有关系 对 你们这个判断怎么来的 你们怎么判断 派客攻击或网路攻击 现在下个阶段 交通部也可以补充一下 他下一个阶段你们预判 他已经要进入到民生设施 因为这个是很大的事情 因为民生设施太广了 从红绿灯高铁核电油电水的配送 那是大事情 你们的判断来自于哪里 国安局是不是回答一下 首先报告一下 就是说 目前骇客最主要是窃密为主 那窃密为主的话 那目前在我们重要敏感的部会 我们都有一些防患 有一些防患以后 最传统的骇客攻击就是 进去拿你的东西 或者进去瘫痪你的网路 它可以瘫痪你的网路 它就可以阻止你 透过网路指挥的东西 所以我们国防部的系统 才会用封闭式的 怕人家打进来 所以我们才会担心说 你的报告 这是你的报告书 你的报告书的结语说 这个世界各国都在准备这个事情 因为民生关键设施 你举了南韩 你举了拉脱维亚 你举了爱沙尼亚 你还举了美国嘛 我现在是要请教你是 你们是情报单位 你们判断台湾民生设施 可能面对骇客攻击 是有所本还是你猜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 整个的比较 目前没有在注意的地方 就是敌人要的 那是我们的弱点嘛 对 因为比利时这次恐怖攻击 可能目标是核电产 然后美国交通部的交通设施 耗制也被控制过嘛 所以在那个国家可能发生 我们就有可能发生 你再次例论 我请交通部施主任 施主任 我看你们报告你们写的 你们对 请你写的报告比较像国防部的报告 就是攻击的量很多啦 准战争行为啦 准战争程度等等 料笛从严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但是我要请教你 你们的第一阶段 从攻击政府机关驻外管处 转向民间智库 电信业者 委外厂商 第三个 改变思维去攻击 我们比较疏于 这个保护的网路节点 交通号制 移控设备 这个路由器等等 最后 判断会进入到我们的基础设施 我还是一样的问题 你这个判断是你们猜的 还是有所本 报告委员 我想基本上 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呢 当然首先 从国际的一些案例 我想这个在国际间 其实这个陆陆续续有发生 已经发生过了嘛 对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呢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些 这些各种的这种设施呢 其实都走向智慧化 对 那今天任何一个智慧化的这种设备 它其实都有被攻击的可能性 所以 第一个有可能性 在国外已经发生过了 是 我请那个资安中心萧主任 资安办公室 萧主任 你们这个办公室 其实是统合七个大组 然后做一些资源的工作 那目前 对于国安局 跟交通部 有关网路攻击 从传统认为的是政府机关 或者是军事设施 往民生设施设备去走的方向 你们有没有掌握这样的情形 报告委员 这个我们都掌握到了 所以现在 有没有发生过 到目前还没有 但是现在加强关键资讯基础设施的防护 就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 有的是攻击网页而已 有的是经过去指挥它的硬体 攻击网页没有过吗 但是这个是跟刚刚委员讲的 这个基础设施是不一样的 基础设施有点是要控制硬体的状态 通常那个是跟民生社会国家 运作比较有关系的 我们民生设施的 他们的网页什么 大概被攻击也是有了 但是硬体的部分目前没有 报告委员 民生设施 重要设施那部分 就是我们所谓的关键基础设施 那它后面运作系统 我们称为关键资讯基础设施 那现在我们就是把这个 它的防护当成重点工作之一 主要就是观察到 刚刚他们所谈的这个趋势 那这个防护已经建构完成了没 这个工作必须逐步的来加强 有基本的 开始来做了 但是还没有完整 而且永远没办法完整 因为对手也会成长 没错 所以资安是无止境的 它是永远要一直在做的 所以我这样阐述对不对 就是说 因为刚才引述你刚才讲的 我们台湾大概是全世界 被网络攻击 密集相当高的国家之一 那根据交通部国安局的情报 现在攻击民间设施的状况 在美国 乌克兰 其他国家有发生 所以我们在几率上 也有可能会发生 可是我们现在面对这个 我们有准备 但是还在准备中 还没有完整的建制完成 我这样描述对不对 大致是这样的 那你们对这种防护能力 有没有分级 就是我们大概目前 现在可以抵抗 抵抗什么样的攻击程度 因为那个想象起来蛮恐怖的 是 我们这边委员啊 这些部长大概常常坐高铁嘛 高铁被骇客控制的话 江启臣那般如果被控制 那就事情很严重了 是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东西是 你比较严重 我比较常做了 我这事情 我就说 这个影响民生的话 民众会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现在基础的防护能力 做到什么程度 挡不挡得住解放军 他们往军的攻击 报告委员啊 关键基础设施 我们把它分为八大部门 它各有特色 所以我们只能 这个传授机关 一些基本的防护 所以现在我听起来 那它必须从实物上再去加强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督导机关 你现在分七个组下去 然后关键设施又八个分区嘛 八个分组嘛 这是业务面 跟这边防护的分工是两回事的 所以你们办公室的角色是什么 整合资源 整合资源 然后这个督导各机关去落实 它应办的事项 那刚刚讲的是 委员提到了这些关键基础设施 那因为它包罗万象 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就把它分门别类 根据我们国土办分成八大类 你们分类当里面有你们分类法 所以我们脑袋想得到的交通 交通铁公路机场港口 耗制 比如医疗 还有电信 通讯整个断掉嘛 比方就像地震一样 金融金流交易 五汇市期货 电核电配电 乌克兰那是配电设施 还不是电厂 它是配电设施被攻击 所以整个停电掉 然后油水瓦斯 油库水库 它把你泄洪 就说这些东西一直到政府机关 目前为止就你的了解 我们所有基础的防护 有没有破洞 如果有破洞需要补强 我们将来你边预算出来 我们才会支持 这个动不起来的没 包括委员 因为过去很多关键基础设施 大家的概念它是比较封闭式的 但是如同您刚刚讲 这个駭客是日新的手法 是日新月异 所以他们现在也开始在当中 去寻找一些漏洞 作为一个窜入的这个点 那这一些我们就是 我问你一个时间有限 我们现在就是掌握这些资讯 因为根据欧洲的防恐中心讲 恐怖分子的恐攻 它只要想攻击 早晚它一定会发生 这个是基本概念 那比利时已经看到 他们对核电厂有兴趣了 我请问一下我们核电厂的 有关资讯 有关网路这样的为安的工作 是你下面 整合下面哪个单位在负责 是台电自己负责 还是事业单位负责 还是国安局负责 报告委员 主要是经济部的国营会 那在资安的技术上面 我们也都提供协助 我们也曾经去核电厂 办过资安演练 然后跟他们一起来 来讨论 目前台湾的核电厂 有没有能力 面对类似比利时 他们现在在研究一些东西 我看他们有做一些报告 有没有能力 如果没有能力 我们赶快提升 有没有能力应变 放在下面这样子国营会 加上你们的辅导 有没有能力应对 他有基本的能力 但是一定是要加强 资安一定必须要对 基本的能力是应付一般的网军 那国家级的跟恐怖分子的 有没有能力 就是说 目前的这个一般的攻击 它是可以应付 那当然如果后面是一个国家 很精密的 那就要看它是用什么手法 有些防御是必须请全国之力的 就一般的骇客攻击 大概可以应付 但面对刻意的 国家级的 或者恐怖分子型的 我们大概还要再加强 更努力 补强一些东西 这个客观嘛 资安一定要持续加强 所以这个其实 听起来会让我们有些担心 那个副部长 郑副部长 现在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在讨论第四军种 因为美国叫网络司令部 你看世界各国 日本的防卫 他们的自卫队 也成立了一个网络防卫队 然后中国也有 美国也有 那我们台湾 不管它叫做第四军种 叫网络司令部 叫支通电军司令部 我们今天听了那么久了 有没有必要整合这个东西 还是你觉得目前我们下辖的 这个杨将军这边管辖的 我们的 这个什么单位 作战指挥部下面的 支支电作战指挥部 就有能力应付了 就我们国防部而言 到目前为止的支电站 我们国防部 不管在人力上 设施上 设备上 跟状况的设计上 都是能够确保我们 国军这个 你说够了 大概 不是哦 我很难得听到单位主管说够了 也不要钱也不要人了 就是可以应付到 目前所设计的状况的 安全范围之内 我把问题再重新讲一次就是 现在我们军跟这个自然办公室这边 我们把它分开看 因为你们这个封闭的网络 在行政院这边 我们看到是希望整合 提升 提升技术能力 提升能力层次 然后呢 加强防护 那这军也是一样 因为要攻击的话 你们常常会是第一波 但是你们又跟民有关系 我把外面的电都切断了 你都没有电 我看你怎么打 你们当然有自己的备用 柴油发电能 但那总是还是被攻击了 所以我现在在问的问题 就是 有美国这么大的国防实力国家 他们成立了网络司令部 我们台湾有没有必要提升这样的能量 提升装备 提升原额 那至于怎么来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有没有必要 还是目前的编制是够用的 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样的组织的变革 试涉非常的广 它牵扯到 国军 所以你是 你的网络攻击 你是没有研究清楚 还是你们没法告诉我够还是不够 到目前为止 这个都在 都在我们规范 这个思维的范围之内 所以就是没有答案 我时间不够 我跟主席借一分钟 我这个问题一定要问 那个国安局跟那个 我们的 主任 我们治安办公室的主任 这个问题我请问一下 我知道国安局 在李翔州局长的时候 要召考 这个国安局的 所谓网络的工作者 网军 就我看到召考条件 我真的请教一下 在对网络上的防护 网军的对抗 能跑一千两百公尺 是不是必备的条件 副局长 我很能跑 所以网络攻击 我就可以抵抗他了 如果就技术来讲 当然这不是必备 网络的作战是纯技术层次 还是需要 说女孩子要跑 六分二十秒以上 然后男生要五分五十秒 这是身体健康 一个身体健康人才能执行 这个艰难的工作 因为你网络工作 可是你这是变必要条件 你因为这个条件 有网络能力的人进不来 不然我再问你 我现在身高一百五十三公分的男生 我是不是就失去了 网络对抗作战的资讯能力 应该不会 可是你要一百五十五公分才用 一百五十三公分男生 你就不要了 这个合不合理 你们现在招募 国安局要招募这一批二十几个人 是为了网络作战对抗用的 我一直搞不懂 跑一千二很健康 身高一五五 是不是电脑太高也太矮的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 再来视力0.2 0.1 听力90分贝 要分辨红黄绿没有色盲 这些跟网络的网军也好 网络的防护的作战的能力也好 有没有关系 你们客观来讲 或者那个主任也可以指证他一下 这到底有没有关系 你们办公室人 有没有大家都一百五十五公分以上 报告委员 我们在招考资安专业人员 比较着重他资安的专业 那当然也希望身心健康 他才能执行 这些跟身心健康无关 对我们没有像这样 这样子的话会让一些网络有能力的人 根本没办法报考 所以你们当时考的 来报名的人多少人 副局长国安局 报考因为每年都不一样 这个必须要统计才能跟 零啊 那一次报考是零人 那个是因为我们特种的资格限制 我们招委我们这边有个提案 这是为了帮你们解套 你们要招募网络作战的人 就你练的标准 好像是拿着枪要去野战打野战的 你招募的人根本不对嘛 有的我讲真的 也许我做轮椅 我有网络能力 我可以帮你工作啊 那个能力跟你这些列条件 根本无关 连武关 有损伤 化妆不能修饰都不能考耶 你在考哪一国的 那个网络工作室啊 我的武装在那边起一天 化妆补不起来的不能考耶 你们果然觉得招考条件好奇怪耶 他们有鼻子跟没有鼻子 跟网络工作能力有什么关系 你们就列了耶 我还不讲你歧视 所以修改 你们可以主动提修改 我们也会提修改 因为你不修改的话 我觉得 那个资安方式的主任应该跟我讲的话 这跟资安能力根本无关 你根本考不到你要的人 好不好 我们一起把这个东西改掉了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委员 好 下一位请 吕孙林委员咨询 欢迎订阅 主席 主席 有请副部长 副部长 我以为您好 副部长你好 副部长 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呢是 从国防部成立第四军种之必要性来探讨 網路駭客之侵擾對政府及民間資訊安全防範之挑戰 那我想請教副部長 您對於網路這塊的部分 你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或者說你有什麼樣的認知 跟委員報告 謝謝您的這樣的重視 我跟您報告一下 網路攻擊是非常嚴重的一個議題 它試射到我們整體國家的安全 網路攻擊它不單單是對軍事設施 軍事設備或軍事的所有通信 也包含了國家整體的民生設施 交通 剛剛所講的全部都包含在內 當然這些安全的範疇 都影響到整體國家的安全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好 所以副部長您也覺得說 網路這塊部分其實對於我們現在的世代來說 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會影響了我們國家的安全 甚至是會癱瘓我們很多基礎設施的一個 攻擊的一個能力 所以其實在很多國家當中 他們都把網路這塊視為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事物 那它也有些國家也甚至是成立了一個專責單位來做負責 所以我想請教副部長 您知不知道說美國將在2018年建置一個Cyber Mission Force 它在這四個軍種當中會建置133個團隊 6200個網路作戰士 5個會計年度總共編列了18億7千800萬美元的預算 那這個作戰部隊呢它有三個任務 第一個就是確保國防部的網路安全維護 第二個是維護美國免於網路攻擊 第三個它的任務是支援作戰時的網路運作 所以我想請教副部長您能不能相對的說明一下 我們國軍支援作戰指揮部所負責的任務有哪一些 那有沒有包括維護台灣重要網路來免於攻擊 還有說我們的支援作戰指揮部有沒有攻擊的能力 我首先做一個初步的說明 這樣的網路的一個編主要是各個國家的國情不同 我們中華民國是在行政院編主下統籌各單位 因為它所屬的都夜管不同 所以現在目前的運作還屬正常 這是第一點報告的 那麼第二點就有關於這個網路攻擊 我跟您報告一下 是用而能而是之不能用而是之不有 很難能夠判定它的能力在哪裡 因為很多的它是找到資訊漏洞以後它不會有 它用到關鍵的時候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網路攻擊很難 因為它不是有確定的目標 它可以作代理者有駭客個人的行為 或者是有各種不同犯對組織行為 如果專屬一個國防部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會有困難的 所以說現在目前我們行政院這樣的編主 到目前來看組織運作 但是對網路攻擊 始終在人力上 技術上 他們要做這個部分 他們要做這個部分 剛才委員所提出來的 那它現在 我們大概也從相關的資料中了解到 它所謂就是在 美國的陸海空三軍跟陸戰隊 他們Cyber Command下面 他們這133個叫Cyber Protection Team 這年底的時候BBC它其實有遭受到網路攻擊 導致了BBC網路癱瘓四個小時 那是史上最大一次的網路攻擊 那如果像這樣子的攻擊對象是我們的國防部 那請問一下我們有這樣的能力可以承受嗎 應該跟委員大概包括兩個部分 那今天我們的報告裡面特別要強調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在整個資安防護的部分 原則上我們要針對已知的威脅 必須要能夠去做防護 那我們針對未知的威脅 我們必須要能夠去做因應 所以說剛才委員所提出來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相信BBC或者很多資安事件所發生的時候 都是如果是針對已知的部分 我們能夠去做一些預警去做一些防護 可是呢再來就是當你遇到一些 非預期的發生的一些害親行為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很快的斷然的處置 能夠讓它的損害傷害做到最小 我想這個跟委員報告 因為它並沒有發生 我沒有辦法馬上告訴你說yes或者no 今天如果針對已知的 就跟剛才委員所講的 它的害親的太陽我們知道了 那我們一定可以因應 我想這個跟委員做說明 好 那好 我再請教 就是2014年11月20號的時候 前國安局局長李翔咒 他有在我們國防外交委員會備詢的時候 他有證實了 中國網軍他其實多達了18萬人 那國安局在那一年其實也有表示說 我們遭受到網路侵擾的事件有722萬次 其中惡意行為有達到23萬次 那張善政院長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1月22號也有強調過 中國把台灣當作網路資訊攻擊的試驗場 很多手法都是全球首建的 所以我想請教胡中將 您對於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是要怎麼樣來做一個因應呢 我想張院長是我們資訊界的前輩 他這方面非常的清楚 那還是剛才我們前面講的 那所謂的網軍有18萬 按照國安局的現在這種講法來講的話 我們也非常的了解說 中共最近這10年來 在網路的防護跟網路的攻擊上面 做了相當大的投資跟相當大的資源 那我們也在跟國安部在行政院的指導之下 我們有一個這個傳報跟應處的機制 就是針對 不好意思你剛剛說 傳報就是報告 如果發生這種狀況來講的話 我們完全是在一個聯防的機制之下 今天任何單位發生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能講說 一點發生狀況的話 要大家都能夠知道今天有這個狀況 來加強整個防護跟預警的作為 我想我們今天所有做的事情就是 但是整個網路安全資訊安全 它絕對不是單一部會或單一單位 才會由行政院整個資通安全辦公室 這樣資通安全匯報 是在做一個整體的一個防護的一個架構 跟預警那個傳報的一個機制 我想這邊是跟委員在做這方面的說明 好 謝謝胡中將 那我想在最後一個問題請教一下副部長 副部長 我們未來的新政府 他的國防藍皮書第五號報告 2025年中國對台軍事威脅評估裡面有提到說 中國以網路戰對我數位國土的侵擾 將對台灣社會活動與政府運作形成威脅 並可能破壞關鍵基礎建設 造成國人生命財產的損失 且因網路攻擊具有隱匿 尾貌 難以追查辨識與不易就辦的特性 發動攻擊者多能逃脫責任 更是中國對台進行非傳統武力 軍事恫嚇的極佳選項 對於把網路提升到第四軍種這個看法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謝謝委員的指導 的確網路攻擊它是花最少的代價 但是可獲得最大的利益 獲得最大的戰果 但是它就是缺乏明顯的對象 但是它缺乏明顯的規範 它是可跨國等等的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那麼有關於我們是否要成立第四軍種這個部分 試涉範圍十分的廣泛 是要把所有權責單位收攏成一個單位 或者是由現在的組織的架構 再行強化這個部分 我們都還有深入討論的空間 因為這個還沒有正式的看到這樣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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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個國防藍皮的一個報告書裡面 選前所顯示的一些東西 到目前為止 我們對每一個的組織編組架構 都以達成任務規範為比較好一點 我們國防部都沒有任何的立場 只要能夠確保國家安全 資安的問題 我們國防部都是表示 是肯定的態度 所以副部長您對於成立這樣 第四軍種的一個看法 是沒有立場的嗎 而是今後未來 整體的需要 對我們資安危害的程度 我想任何的議題 我們都可以做通通的討論 好 我希望這個部分 就是國防部可以做一個探討 因為其實可以看到 其他國家 強大的國家 其實在網路這塊部分 它其實有做非常大的一個琢磨 所以我希望說 這是一個國際上的趨勢 那我們國防部 未來可以做一個檢討和評估 謝謝 是 謝謝委員指導 好 下一位我們請劉世芳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我想那個副部長可以休息一下 我想請戰略師 然後通知次長 還有資電作戰指揮部的指揮官 那還有行政院的蕭主任 還有國安局 國安局副局長 好 國安局副局長 請備詢 好 謝謝 我想先來請教一下 我們戰略規劃師的代師長 李少將 麻煩你跟我定義一下 什麼叫做Cyber Strategy 什麼叫做Cyber Space 什麼叫做Cyber Commending 什麼叫做Cyber Commending 三個 都跟你的戰略有關係的 對 然後我再請胡中將 幫我回答一下 Cyber 他是美國 Strategy Strategy 是戰略的一個 網路戰略的一個規劃 然後Cyber Commending 是網路戰略司令部 現在目前美國 我不是叫你翻譯 我是說請你告訴我 他的定義是什麼 我叫你翻譯幹嘛 是 謝謝委員 我想這個整個是 在他們的一個位階上面的不同 在 哪一個位階在上面 一定是整個戰略規劃在最高層 在政府部門 好 現在剛剛副部長在回答說 因為新政府要上任 只看到藍皮書 或從報上得到消息 要成立這個第四軍種 那現在上任 只剩下倒數不到十天的時間 那請問一下 我們的國防部 現在有針對 未來的網域安全 或是網域的這個戰略 做出基本的規劃的概念嗎 是不是由您這邊主導 是的 主辦單好 現在您告訴我 您現在的想定是什麼 我們整個必須要 再依到敵情的威脅 按照我們的作戰打的需求 來規劃我們整個 所以我們是站在防衛的角度上面 是不是 是的 那攻擊的話呢 攻擊的話 我們通知 我們都知道最好的防衛就是攻擊 是嗎 是的 這大家都知道 那你們有沒有提出來呢 還是只是一般的想像而已 我們有 我們在研討會當中 有非常嚴密 跟通知市長市 非常嚴密的在討論這個問題 我希望你們可以好好準備一下 是的 因為再下來的兩個禮拜的時間 國防部又要來做施政報告 是的 那施政報告第四軍種的成立 如果像你們現在還是說 好像是這樣 好像是那樣子 會很慘喔 國防部會會電得很慘喔 是 好 謝謝 那我先請胡中將 您來幫我回答一下 我們現在的網域安全 你現在能夠cover的範圍 是包括哪一些 是整體的跟國家安全有關 還是跟行政院下面所屬的部會都有關 還是連民間都包括在內 這三個範圍 我們現階段的任務是針對國防部 只針對國防的部分是嗎 好 那現在剛剛有人提到說 我們台灣的網軍有兩千多人 你認為有這麼多嗎 您誤會了 剛才資電作戰指揮部的指揮官 我們特別報告了一下 整個資電作戰指揮部 它整個指揮部 大概有全部的官員額是兩千多人 但它這個裡面來講的話 它負責了第一個 就類似電信局一樣 它負責我們整個國家通信骨幹網路 這是大部分人力 做我們整個通信骨幹網路 所以跟國防有關的並不多嗎 是 有多少 跟國防有關的有多少 報委員我們是不是 後續在私下跟您做個報告 您告訴我不到兩千人嗎 沒有 有沒有一百人 有 有沒有兩百人 報委員 這個 有沒有三百人 有沒有十分之一 這樣可以吧 我告訴你 你不回答我沒有關係 你去看那個危機解密 了解 上面很多數字都出來了 是 我相信 好嗎 但是委員 假如是我們現在的人力資源等等整備幾乎都不夠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再請教一下行政院的這個蕭主任 蕭主任您知道現在國防部或是國安局 是不是為了這個所謂的第四軍種的這個網軍的部分 在招收大量的這個人力 但是事實上在招收都不很順利嘛 剛剛我們委員也這樣提到 您可不可以給他們建議一下 要怎麼樣修改啊 我們在考選部裡面 把這些專業的人可以招募進來 來 我提供一下 您看一下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這個字可能小了一點 我唸給你看 他這一群呢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他希望 能夠有Cisco網路管理證照班 能夠有RHCE的系統工程師認證 能夠有ISO2701 有MCSE系統專家認證 有儀表電子以及 有數位電子以及 有網路安全封包 分析認證 電腦網頁設計以及 電腦軟體應用以及 這台灣都整個人可以拿這個證照啊 就你的知道 全台灣我想你一定認得 包括外面民間單位 我剛剛有人跟我提供 有一個叫白帽駭客 有多少人符合這個資格 報告委員 這個資安技術 如果用任何條件去篩選 都可能不 不那麼周延 那但是他可能還需要一些 基本的門檻 這是基本的門檻嗎 這個訂的 我想是可以找到一些 相關的專才 好 如果有這些 基本的門檻的話 在外界啦 你當然在公務系統服務 這個薪水不多嘛 在外界的薪水的話 這樣子的薪水 是應該有多少起薪 老實說 我們現在薪水 其實跟外界的落差是蠻大的 大 差多少 有沒有一倍 可能要看他的職位 那以現在我們 資安科技中心的統人來講 他們在轉任的時候 就我知道 常常可以拿到一倍半 甚至更多的薪水 更多嘛 那如果要到國防部 或是更隱密的國安局 去服務的話 像這樣的薪水 其實招不到人 對不對 恐怕這個薪資待遇 是要再做一些調整的 對 那我再問一下國安局 來 會長 你也知道吧 我們的國安局 開始成立的掛牌運作 是去年的5月1號 是 那到目前為止呢 你們提供給這個考選部 說要招考公務人員的相關 特種考試的時候 請問有多少人來報考 以去年公職 那個資訊記事是零來報考 零 沒有人嗎 對對對 他是因為薪水不夠 還是你們要求的標準過高 還是像剛剛那個王定宇委員講的 那個男生女生有身高限制 視力限制、聽力限制 血壓還有五官有嚴重損傷也不可以 還有單手手指有受傷也不可以 手臂要能伸縮自如 還有要肺結核還有 還有要握力 任一手握力要達30公斤 我看我們海軍陸戰隊 退伍的這個主席 左手握力有沒有30公斤 我都有點 不好意思 你體力很好 因為你是海軍陸戰隊 像這樣的資格 請問台灣會有多少人 我聽說 全台灣有可能達到這樣的水準 只有25個 來跟委員報告 其實不能來報考的因素很多 但是其中我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最主要的因素是 因為我們是設定那個 技師考試及格 而且要有兩年工作經驗 能不能犯寬嗎 蛤 能不能犯寬 我們會研究 因為我們正在研究當中 什麼叫正在研究 來 是 你認不認得我們世界上非常有名 常常在國家地理頻道上面發表言論的 Steven Hawking 他符不符合到國安局去報考 除了國籍不一樣 如果他是中華民國國籍 他可不可以去 都可以 都可以 可是他坐輪椅 他甚至連講話大家都聽得不清楚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策略 你像以色列每一個人都要當兵 你就算斷腿也要去 你不能說 什麼斷腿也要去 對啊 以色列他是每一個人 可是現在我們台灣不是以色列啊 每個人都要當兵啊 這個是策略嘛 所以這個策略 在上位的策略定下來 我們就可以執行了 那你要請誰定這個策略 這是你們國安局自己對外招募的呢 我們會依據我們的需求來修正 這樣子啊 那年齡要不要修正 這個有些是我們 配合整個國家的那個 考選制度 那個必須我們那個人 來我再問一下蕭主任 蕭主任 這個電腦 不管說你在哪一方面啊 處理駭客 包括防衛機制啊 跟年齡有沒有關係 我們的腦力智力 除了說他現在是失智退化等等的 跟年齡有沒有關係 一般來講 從事這個工作啊 是相對比較年輕的 那但是 倒不是因為 因為他年齡高 就不適合做這個工作 那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那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那我跟妳講好嗎 我們國安局的招考要有年齡限制 要35歲以下 我沒有要有這個年齡的限制 不過我想主任應該超過35歲啦 是的 你不能報考耶 嗯 對 那怎麼會這樣子呢 以妳的聰明才智 然後妳又能夠主導行政院的這個資安 所有的這個體系 像我現在知道說 有一位參加國際駭客競賽 非常有名的 叫做李倫全的這個領隊 他是白帽駭客組的 結果他也被踢除在外 因為他比35歲多 他39歲 那如果這些駭客的朋友 不管他是幾歲 甚至18歲 還有我們前一陣子高雄 有一位15歲的CEO 欸 他電腦這麼強的話 為什麼不能把他招攬進來呢 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機制啊 可以放寬這些人才篩選的標準 是為專才適用 而不是為體力適用 為外貿適用 國安局 來 請幫我回答一下 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目前我們禁用的人 有多元管道 第一個我們有鴻幹班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遭到 他具備駭客的技術進來 但是他的基本 我們從資訊組裡面的 基本資訊能力 他已經具備 這是第一個管道 第二 我現在只是問你 我們現在人力到底夠不夠 你們都跟我講人力不夠啊 我們目前 你目前 你已經有放寬就對了 從民間去攬財 是不是這樣子 從民間攬財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鴻幹班嘛 我們鴻幹班還有資訊組嘛 剛剛你講的那個是 技師 技師組的 我們是沒有招到人 但是那個資訊組的 我們招到人啦 那經過我們的一個信念 他可以達到我們的一個需求 我希望這樣子 我們還是政辦好嗎 不要是因為說 第一個 希望放寬在未來攬財上面 不要像我們剛剛提的 這是變成是一個笑話嘛 就是你為專才適用的話 男女應該在 堅守的狀況之下 如果他擁有這些高級的 技師證照等等 我們可以用其他的延覽約聘僱的方式啊 這可以吧 這個我們有 這個我們有 好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重點就是我們現在有相當多的行政院的其他部會啊 是不是在處理資安的時候呢 幾乎都是委外辦理 而且委外一委都委到 不知道哪裡去的 會不會委到後來 委到中國所下屬的一些小包商 來幫我們辦理這些資安的 軟體技術啊等等這些 有沒有可能 那個蕭主任 報告委員啊 確實現在 資訊委外 是一個常態 那我們也一直在提醒機關 這方面的資安風險 請給我一張這樣的清單好嗎 因為資訊委外的狀況是叫 第一個我們現在對於商業間諜 甚至對國家安全相關的這種技術性的指導 是不夠的 因為現在有很多電腦城市與日漸進 不管你是木馬城市 或是現在像健保卡這一次 發生了這個狀況 我們都不曉得 是不是因為委外的關係 還是政府內部 具有公務員資格的人 他們對於建藥技術城市不夠 沒有辦法處理這個狀況 所以裡面一個漏洞 有可能就是因為委外 委外有分成大包小包 一包出去的話 可能是one man company 在處理這些事情的話 或者是他可能處理的是 兩個完全不同的公司 然後用同一套的這個系統軟體 都會出問題的 是 報告委員啊 委外應該有委外的控制程序 並不是說委外就一定有風險 所以我們也在教育部會 要遵循SSDLC 遵循一些相關的作業的機制 那剛剛委員說明策 因為抱歉啊 其實機關自行開發 是相對的極少數 絕大部分是委外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名單恐怕會有點困難 我覺得還是希望你幫我們來整理一下 好嗎 或者提醒一下怎麼樣處理 我知道說行政院的這個資安的SOP 是還不錯 但是相對有弱點的是在 國安局跟國防部這幾個部分 那我們會再加強這方面的質詢 那也麻煩行政院 可以把好的這個觀念或資訊呢 告訴我們國防部怎麼來整理 因為我很怕國防部有太多也是有委外 包括說處理很多民間呢 這之間的界線不夠 會造成中層上面的問題 好嗎 好 謝謝 好 下一位請陳婷菲委員質詢 呂玉琳委員質詢完畢之後 我們休息五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請主任 小主任嗎 委員好 小主任 我想請教一下 你對於說成立第四軍種的部分 針對我們的一個資訊安全的部分 你有何看法 那是我們的資訊安全的部分 那是我們要去做一個 所以我們現在從90年到現在 行政院成立資安匯報之後 我們主要是在防護的部分 包括基礎社區 包括機制建立等等 那當然有朝一日 你要反手為攻 就必須有一個網路作戰的部隊或能量 這部分方向上 你支持嗎 我們認為是要加強的 但是怎麼做 這就不是我的專業 要加強 好 那 有誰可以針對這個專業的部分 來跟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 恐怕是國防部比較有這方面的專業 好 國防部誰 對這個有專業 國安好 我是國防部通知次長 好 請問你同意第四軍種嗎 來處理我們的資訊安全 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在前面委員質詢的時候 我們已經說過了 其實不管藍綠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就我們通知店的立場來講的話 大家都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大家都認為現在所謂的網安威脅是非常重要 而且都需要在這方面去做相關的充實跟努力 那所以說就國防部立場來講的話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在資電作戰部隊 從以前的金翠案金禁案 一直立這個個案子來講的話 在各個的精檢案子過程中間 我們只有在網路戰的部隊 我們是除了這個人員沒有精檢以外 我們還是持續在增加相關的人力 所以跟委員報告沒有 跟委員報告所以我在前面 前面一個委員質詢的時候 我們就說明就是說 就我們現階段國防部做的來講的話 我們也是在直的上面跟量的上面 在做調整在做提升 所以跟您報告講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其實你所說的 在你們今天的報告裡面 好像一樣沒有針對我們今天的主題在回答 你好像在天馬行空一樣 就像你剛剛講的也是在天馬行空 我只有說你同意今天 我們為了資訊安全的問題 資通的安全 我們怎麼來把它健全更好的制度 你同不同意成立第四軍種 就這麼樣的一句話 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想這就是一個大災問的問題 這個是為什麼要跟委員報告一件事情 舉個例子 成立在我個人來看 方向嘛 你同不同意 因為今天我為什麼說 我們要請一個專業的 所以這樣子問一問 應該你被挑出來 你站出來 應該你對這一塊你是比較了解的 跟委員報告一下 是不是 因為我們 委員剛才講得非常好 我們就是要挑專業的部分 就我個人的專業立場來講的話 我認為我們在 不管人員 編裝 組織上面 我們都需要再加強 這也是我們歷年來一直不斷在做的 要提升嘛 要加強 要提升 這我們現在都一直在做的 是不是 一直在做 是 那怎麼做 才能達到我們的目標值 不是說 我們今天一直在做 我們陸續在做 我們持續在做 重點是你的目標值 你要達到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你的人力夠不夠 你的專業性夠不夠 是 這些都要探討的 是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整個網路戰是日新月異啊 是 我們的人力 我們的專業度 是不是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值的 產生 這才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把它提升為第四軍種 就是我們認為現階段 是不夠的 是不夠的 我們也非常 真的 我們現在以目前的人力 大家辛苦了 要面對這麼多的駭客 真的辛苦了 可是我們如果有資源能夠去加強 我們何不能夠把 當然感謝 感謝委員的支持啊 所以我才會說 你們到底同不同意嗎 我們看到民進黨提出要成立第四軍種的時候 我們國防部是發了一個新聞稿 間接去否定 間接去否定 我也同意 今天為了資安 資通安全 不分藍綠 要怎麼把它提升 所以我們也去調了一個資料 依照我們現在的統計 2013年到2015年 資安事件每年是高達350件 可是光今年1到4月 資安事件就已經高達150件了 所以 這樣子的一個數字成長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我們的人力的增長 有像這樣的倍數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 有嗎 我先跟委員報告 我們真的有在做相關的計畫 我不是說你沒有 但是我只跟委員 你不要這麼激動說 一直防衛說 防衛說 我們有 我們有 我今天不是跟你探討你有沒有 我知道大家都辛苦了 謝謝委員 你要以有限的人力去做這麼多的事情 辛苦了 可是我們要說的 我們要加強它 不是坐以待斃 不會 所以今天這個數字 我只要跟你探討 你光今年1到4月 資安事件就高達150件 那我們的人力 從2013年 兩年的數字是350件 今年1到4月就150件 它的倍數增長 那我們的人力有倍數增長嗎 你沒有啊 對不對 不是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剛才前面也在報告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很希望跟委員在做很多深入的探討 就是說我一直強調一件事情 第一個所謂的 我們今天講到就是說 怎麼樣能夠把人的職能夠提升 就跟剛才前面兩位委員的指導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如何能夠去突破 請問人力要不要增加 要 要嘛 它的專業度要不要增加 要 對啊 那請問跟我講的有什麼不同 報告人 我從頭也沒說跟你講的不同 對啊 那你為什麼要一起去辯駁呢 再來 我們要再跟你說 現在我們的資電作戰部 我們的指揮官是少將對不對 是 是不是 好 我們現在未來如果要成立第四軍種 我們的資電司令部我們提升了 資電司令部我們的指揮官是上將 我只要問 如果真的能夠提升 是不是 依照指等跟他的官階 可能他比較有辦法去整合全軍的我們的頻譜資料 還有支援我們國軍的通知安全 這是不是比較能夠往上提升 這是我們成立第四軍種的一個重點 我們是依據政策去執行相關的作業 我想這個部分 剛才委員叫我們不用再跟委員多做爭論 我只是提醒你說 今天成立第四軍種 值對我們未來的資安是有利 而且是能夠提升的 再來 這是我們辦公室 向我們國防部來了解 就是說我們目前資電作戰部需要檢討的地方 這在我們的報告裡面是沒有看到的 大概有三個 組織架構 裝備的妥善率 還有指管系統戰場的存活度 這三點是我們目前急需改進的 是不是 我們一直都在做是 那是不是目前要改進的是這三項 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想委員的問題真的是蠻深入的 其實任何一個部隊的主觀 他所要了解的就是第一個 如何能夠讓自己的 所部隊所使用的裝備的妥善率 能夠越來越好 那當然第二個就是我們講到 所謂的C4S 就是當你要去運作作戰的情況之下 如何能夠讓你的command control 指揮管制更能夠順暢 能夠更妥善 這也是我們大家本來就應該 就是今天不是談支電作戰 任何作戰情況之下 所以這個都是持續的問題 一直持續的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去加強到人力 專業還有我們的整個架構性 組織架構的部分 是不是 就是所以我們一直強調把它提升 這才是我們的重點 報告委員我想 我不是要去跟委員有任何的那個 在我立場上第一個 非常感謝委員的指導 第二件事情就是 有關於剛才您所指導的部分 不管人力裝備組織 我們都在這方面去爭取 在這方面努力 謝謝委員的指導 努力有用嗎 今天我是認為 努力有用嗎 如果我們今天把它提升到 第四軍種 是不是會比較好 可是委員今天所謂 第四軍種 是不是會比較好 在我個人來講的話 他談的只是一個 一個部隊編裝的名詞 我今天一直強調一件事情 我今天希望 你今天沒有把整個架構放大 你沒有把它放大 你沒有怎麼樣去做reward的動作 所以我認為說在這個部分 是我們要去強調的 謝謝委員 是不是 如果說今天 沒有辦法去雙向 然後帶動我們自己的設備 人力 專業 它是有問題的 所以跟委員報告 就好像說 在我個人來講 我希望委員能夠給我們更多的指導 更多的壓力 為什麼呢 就是說我今天不在乎 你給我的名稱叫什麼 但是我在乎是 跟委員呈現 我們努力的站立在什麼地方 我們只要給你壓力 不用給你們人力 不用給你們資源 只要給壓力就好了 不是 我跟委員 是這樣的意思嗎 不是 報委員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人員 組織 裝備 各方面都一起努力 我們現在不只是給你壓力 我們是要給你資源耶 事業委員 真的事業委員 配合你們整個人力的調整 專業的調整度 是不是會把我們的 整個資安做得更好 是 這是我們的重點 謝謝委員 今天不論是我們的組織怎麼提升 他的名稱怎麼去下 第四軍種也好 什麼樣的名稱也好 我們今天就是要把他的位階 往上提升嘛 謝謝委員 就是這樣子這麼簡單啊 是 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的立場都沒有不同 是 我們就希望可以提升人力 可以提升資源 可以提升他的專業度 就像你們講的 在整個報告裡面 你們也認為說 在組織的架構當中 也是你們要去調整的 是 所以我們今天把他以第四軍種的方向來做推動 不是更好嗎 所以我剛剛跟委員講 其實不分藍綠 我們大家都朝這方面努力 謝謝委員 好 我想要問我最後 我想問那個海軍 海軍司令部 我也好 我們海軍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有壓力過大 自殺 有因為要尋找第二村 然後 有因裝病 以精神疾病 來提議的 那到底我們現在海軍是到底 到底是壓力過大 還是沒有壓力過大 包委員 我是海軍司令部副參謀長 我們海軍官兵弟兄們 我們是 一夥的 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共同的努力 我們同舟共濟 我們同甘共苦 我們現在在現役的很多官兵弟兄姐妹們 都認真的在執行捍衛海疆 在執行我們的 不管是戰備 訓練 還是救災的任務 當然有少部分的人 我們沒有否定 我們沒有否定大家 我們只是說最近 發生了這麼多事 也有壓力過大 有自殺事件 也有因為說 要尋找自己事業的第二春 而必須裝病 用精神疾病來做提議的 那到底我們現在怎麼去處理 我們現在海軍的問題 各個面向我們都會精進探討 我們會通盤的檢討 我們在我們 你要檢討啊 柏澤現在真的是 瞭解 因為這些問題 讓我們現在海軍蒙上意淫啊 我曉得 謝謝委員 所以這個問題很重要 拜託一定要做檢討 是 謝謝委員 對於現在的弟兄的鼓勵 謝謝 謝謝 下一位請 呂玉林委員質詢 呂玉林委員質詢完畢之後 我們休息五分鐘 休息完畢 我們處理臨時提案 無論為什麼我 roommate 您公開就WoF 主席 我們請政府部長 國安局還有 samples 會員 部長 匯�ut 法律 我們討論一個早上 我們 gripsй的網路 網路現在大家普遍使用 不管是公務單位 我們國軍 都會在使用 那我最重要的是 我们到底有没有 我们的网络的实力 在我们国军方面 我们有没有网络的实力 去防范 而且有能力 去做攻击呢 那么首先跟委员报告 有关于 网络安全部分 到目前为止我们维护的 还好 有这个专业的能力吗 对网络的攻击这个部分 我跟您报告一下 网络攻击是很难的 因为它是没有确定的一个对象 它是跨国的行为 它的这个攻击的 这个动机也都不一样 有些是商业的 有些是个人骇客的这种 技能的展现 部长您这样说 没有对象 没有特定对象 我现在就请教你们 如果说我们跟某个国家 比如说对岸 有战争的 确定是战争的行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在做 其他的一个网络的 其他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们都没有事先 针对你们这专业上的能力 到底有没有这实力 自己没有去做个测试 我们始终在我们所有 有在做测试吗 始终在我们所有想定 每一次演讯 不管陆海空演讯 第一个要做的是 支电的安全和防护 做测试 做模拟 你们都有做过吗 这个都在做 都在做 那我现在请教你 我们旁边有个台大 你什么时候 多少时间 可以攻击到他们的整个系统 我要请了这个通知处 市长跟你做专业的报告 委员好 如果比方是台大呢 我们不会做 模拟 我们不会模拟这个部分 为什么不会模拟 为什么呢 我们要了解这整个系统 我们才继续防守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会执行 就针对我国军 现有的系统 去做相关的 渗透跟相关测试 你如果这样子说的话 是 美国 他们的网络 他请大家来 模拟 攻陷 他的五角大厦 那是他有 他给奖金 只要你那攻陷 他就给奖金 这个是由国土安全 他们在做 国家整体规划部分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去做模拟测试呢 你对你自己的实力能力 不敢去测试吗 刚才你没听懂 我刚才跟你报告一件事情 我们针对我们国防部 我们有做渗透测试 所以你现在就不能说吗 还是没做过 我针对我国防部做 我不能去针对其他单位 去做这些东西 跟委员报告一件事情 今天 你如果没有这样测试的话 如果 像很多的 我们的城市上 有一些隐藏是被木马城市里面隐藏 如果有外界 来攻击我们的台铁 攻击我们的股市 那怎么办 你连这个都没有出去测试 那你怎么去防范 怎么去守卫呢 报委员 我刚才一直在 谢谢委员的指导 这边要跟委员报告 我们一直强调 我们是国防部 我们是针对我们国军的体系 在做相关的防护 跟做渗透测试 我们今天要成立第四军种 就是说我们的人力 要做普遍性的 不只是做军事上的 连所有民生的 我们都要去关心 对不对 报委员 我刚才在我们今天报告中 也特别解释了 就是说我们在 委员刚才我们报告里面 特别强调 我们在我们的 整个的作业过程中间 我们有依据行政院的指导 去支援 做各部会的相关的运作 现在各部会 所有的网络 所有的资讯 都是外报啊 外报就很容易被入侵啊 那入侵了 再来找你第四军种吗 所以 副部长 我们现在如果说国家的安全 不只是国与国的打仗而已 那国家的社会的次序 像你股市 像你的台铁 像你的医院 这些如果被入侵的话 被攻击的话 我们连这个测试防范的能力 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啊 这国土也是有安全的问题啊 所以你这样子扛塞我 根本就是你们都没有做过嘛 没有做过这种测试啊 能力到底有没有 根本都没有 我真的很担心耶 你们现在 所有成立第四军种 什么都没做过 没能力 没势力 没专业 能做吗 没结果啊 何况你们现在 要编列人员 预算经费 这些名子名膏啊 你是在塞人嘛 把那些更不会多余的人 塞到这边来而已啊 根本就没有 实际上去演练过的事情 你们在这边讲 萧主任 你针对这方面 你也没有去做个测试 谢谢委员关心资安防护啊 其实我们把三千多个机关 都按它的业务重要性分级 那如果A级就有A级的 资安防护要求 B级有B级的资安防护要求 同时我们也有管考 那如您刚刚讲的 那它做了之后 它的有效性怎么样啊 这必须要去证实 所以我们要求 他们要做资安见诊 要做渗透测试 要做这个落点扫描等等 那这是他自己做 我们还有一个 由行政院资安会报 每一个年度来做的 大型的网络工坊演练 那里面有包括石兵 演练的对象呢 演练的对象 我们是轮办的 比如说有一年是中央部会 那有一年是地方 这样子轮流 让大家都有机会 来接受这个检视 那在执行的时候 会有如您委员刚刚提到 用石兵实际的方式去测试 但是对于关键资讯基础设施 因为这个一旦出差错 会影响民生社会 这个我们就用情境演练方式 但是都有在做这些检视 那我就比喻了 是 台大呢 台大医院呢 你们有没有测试过 医疗系统 我们也会抽一定的比率 来参与这个演练 那你们有没有预算过这个时间 多久会攻陷进去 这要看每个机关的防护 有多久的时间可以攻陷 你们都不知道 那你们怎么去防范呢 委员说攻陷 这个倒不是每一个机关 被入侵 那你不要说攻陷 被入侵 其实我们这几年在 不管攻防演练 资安集合 都发现有些机关 其实有了资安议事 那首长愿意支持预算之后 大家也都在这上面 做了相当的加强 所以你目前就是没有那能力了 我刚报告 我有在执行这些工作 只是你问个别的机关的时候 我比较难回答 你不是说有测试吗 是 情境演练过了吗 对 但是这个 那像台铁是这么重要的 我们道路的安全 有股市的安全 这都要去演练的 是 这都会 我们都会把它纳入情境演练 来充分了解 你纳入了没有 你做过了没有 包括委员 那个台铁做过了 那高铁 那台铁多久 多少时间会被入侵 委员当然我们是协助 他能够做好防护 而不是去看他多久能够被入侵 防护嘛 被攻击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了解被攻击的时间有多少时间 你的防护的时间才能快速的做一个防护啊 你都不知道你要攻击你要多少时间 你怎么防护呢 委员唐略他 你还先知道敌人的能力 才知道自己的实力到哪里啊 我们用的手法就是国际上 一般骇客 或者我们所知的骇客用的手法 确实是这样在测试 那防护好的机关 他我们今年的 104年的工房演练 也有机关是完全没有弱点 就是我刚刚跟委员报告 在提升资安意识之后 所以我现在提起的 就是让你们知道 要实物上的模棱测试跟演练 我们才增强自己的实力 去应对外来突来的情况 所以刚刚您是国防的 你说你没有演练 你看看一下萧主任怎么回答的 范委员对不起 我这边的解释 第一个我刚才讲了两点 所以没有做过就是我现在最担心的 我们针对国防部 我们一直针对我们的系统 在做相关的演练 所以我告诉您的 国防部要关心的 整个国家社会国土的安全 通通都要去做测试 才增强自己的实力 才能应对所有的状况 所以你看看 美国都在做这种测试了 我们也要做测试了 那我现在要请教一下 如果ISS的情知的问题 我们跟我们的来比较 我们会赢得过他吗 网路 网军 这种军种 能不能回答 如果说跟大陆呢 所以我们完全没能力了 没专业 报告完毕 您是问我们国防部吗 是啊 OK 你们请出来不是问你们 问谁 因为我们这边还有行政院跟国安局 我的意思说 你们就一一回答 是 针对国防部来讲 我还是曾经强调一件事情 我们在整个国家的联防机制之下 我们针对已知的威胁 我们都会去做一个传报 以及做应处 就是说当你发现有这个状况的时候 就跟刚才你讲 所有的案例 我们马上会去做应处 跟传报 去做相关的处置 报告完毕 所以我们民进党新的政府要执政了 他也提出来说 第四军种的问题 提出来了 那看到里面的内容都是 很多都跟美国的 现在的那个网军的司令部的 这种整个做法 有很多的雷同之处 要成立六千人 要成立六千人 这六千人我们一连的话 150人到200人的话 大概三四十连 要这么多人的人力进来 所以本席是认为 目前 大家 在我们 国安局 我们国防部 我们的资安的办公室 在这么多的做法上 我们 来 编制这些人员进来 会不会 造成 只是塞人 只是预算的 一种排挤而已 所以 我们现在 只要 我们有能力去做 我们就现在 先这样子做 可是刚刚问到这么多的情形 我发现 通通 没有做 通通都没有做 像 副部长 您是已经要卸任了 那但是 新的政府 现在 都不清楚 不了解 说要来 成军 我本席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担心 尤其是 现在的 君子 文子 如果你要 第四军种成立之后 你的君子 文子 是听君子 还听文子 那这人员 君子多 还是文子多 美国方面是 君子比较多 文子比较少 那我们呢 各办吗 这些等等的问题啊 都是要好好的去整合 去检讨 才能把这个事情 完整的处理 不然 我们第四军种 只有 让我们一些 人员 放到这里面 让我们的 一些工作上 去针对我们的网军 包括我们现在打科技战啊 我们的科技部的话 也是可以因应这些工作啊 科技部这么多的 博士也可以是来 协助我们这个 网军这部分的工作 所以 我希望 我们国防部 尤其是资安办公室 这一方面 要好好审慎的考量 办公室 对这方面 非常的质疑 谢谢委员 好 我们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 回来之后 我们先处理临时提案 各位 稍微不忍心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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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兩件 然後 字幕志愿者 但是我剛才 文字幕志愿者 以至於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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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部 字幕志愿者 三年起,增列公職資訊技師組,然其體格檢查體能考試要求兼與其他組別相同, 資訊技師屬專技人才,但此種報考資格設定不利於招募有志之優秀專業人士。 原此,建請國安局於一個月內邀集考試院協商放寬三等、四等、五等資訊組人員與三等公職資訊技師組織報考體格檢查與體能測驗標準。 提案人,劉世芳、林長佐、王定宇、羅志正、蔡世英、呂孫林、陳廷飛。以上宣讀。 好,謝謝。 來,國王部。 是,報委員,那針對這個提案呢,在本局的特考只有三等跟五等特考,所以建議倒數第二行的四等能夠刪除。 另外,在今年開始,我們的一般公職技師組已經併資訊組,我們明額把它增加,在裡面去做培訓。 所以建議在倒數第二行與三等公職技師組能夠刪除。 以上,報告。 好。 我不反對,但是可不可以把文字修正,因為你剛剛唸太快。 就是把三等拿掉跟三等公、四等拿掉還有三等公職資訊技師組。 為什麼要這樣子? 為什麼要這樣子? 是不是。 包委員,因為我們喔,那個今年開始我們在資訊組已經擴增人力,就等於把公職技師組那個名額,我們並告資訊組來。 那未來在資訊組的培訓人員裡面,我們就是主要應用在自動安全的一個培訓。 所以建議就是,只保留三等、五等資訊組人員是報考體格檢查與體能驗測標準。 不是,我覺得很奇怪,我講的是通案耶,不是根據你103年的部分耶,因為我現在所謂,因為剛剛也有委員提到那個體格檢查跟體能測驗標準嘛,其實不適用於專技人才的,不適用於專技人才的招募嘛。 所以我們現在所提到的三等、五等,那你四等的部分呢,已經都沒有問題了是嗎? 不是,我們只有三等跟五等。 你們沒有四等。 對。 資訊組,也不招考。 我了解,所以你未來的招考,你104年、105年的招考還是只有三等跟五等,這兩種。 我了解,好,那我可以,我同意。 好,同意喔。 同意,因為他們不招考第四等的,沒有四等的。 OK,那我們就是最後一段,改成, 建請國安局一個月內要及考試院協商放寬三等、五等等資訊組人員之報考體格檢查與體能測驗標準。 有沒有錯? 就照這樣齁。 好,那就依此修正文字通過。 來,請宣讀第五案。 臨時提案第五案,有建於國防部內資電作戰指揮部, 招募大量資安專業人才,執行國防部資安維護工作, 遂行網路作戰任務,其專業能力與傳統部隊並無不同。 然,此些專業人才退伍後,政府未在追蹤列管, 後備動員等相關規定付諸缺辱,形成國家資安漏洞。 原此,要求國防部三個月內會同相關單位演繹, 人員終成考核及管理措施, 並向立法院外交集國防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已完備國家資安工作。 提案人,江啟成,呂玉玲,馬文君,徐志榮,以上宣讀。 好,是。 來,請。 主席好。 報主席,我是國安部政戰局局長。 關於這個提案,因為它這裡面所列的有關中程考核這一部分, 因為這些退伍的人員他們已經是,基本上他已經是老百姓, 我們沒有辦法對他做任何的中程考核, 這是已經超越我們的職權。 所以我建議做一些修正。 對。 是,那, 建議就是, 第四行, 原此要求國防部、國安局及警政署等相關單位, 三個月內, 研議人員相關管理措施, 並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以完備國家資安工作。 建議這樣子修正。 因為我這邊也跟主席報告就是說, 因為這個案子, 它後續的管理措施, 這可能牽涉到國安局跟警政相關部門。 另外就是, 因為這裡面相關人員的一個管理可能也比較機敏, 所以我們建議是不是用書面報告, 而不是用專案報告的方式。 報告完畢。 這樣, 那個, 是不是改成, 你剛剛提到, 就是國防部、國安局、警政署嘛。 那總是有一個主席機關嘛。 那基本上, 這個單位是隸屬國安部, 所以就是, 原始要求國安部邀集, 國安局警政署, 三個月內, 這個, 會統拿掉, 會統相關單位拿掉了。 就是, 研議, 人員相關管理措施。 是。 這樣可以吧? 並向, 立院外交集國安委員會提出, 專案報告, 有困難嗎? 建議用, 建議用書面報告, 因為專案報告的話是比較公開, 那這個, 這裡面它的相關管理措施裡面, 可能會涉及到一些機敏的東西。 這樣啦? 是。 提出報告啦, 好不好? 因為, 我們如果有招委願意排案, 你還是要來, 還是一樣啊? 是。 我們就, 直接改提出報告啦, 好不好? 好, 那第三案, 請念一下剛才修正後的文字。 第三案倒數第四行, 原此, 建請行政院資通安全辦公室邀集, 國防部, 頓號, 國家安全局, 頓號, 內政部議政署等相關單位。 那接下來, 研議資通安全替代議之可行性評估報告, 並送至立法院外交集國防委員會, 以立招募資通網路人才, 提升我國網域安全。 以上宣讀。 好, 剛才修正的文字, 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的話, 我們按照修正文字的內容, 通過第三案。 好, 以上是臨時提案, 接下來我們繼續委員的質詢, 下一位請蔡逸宇委員質詢。 我們請國安局副局長。 國安局副局長。 以及行政院的蕭主任。 蕭主任。 您好齁。 那我想要請教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是討論了這個, 未來國防部, 未來國防部如果建制了所謂第四軍, 也就是網軍的一個概念。 那在網軍的這個概念下, 我們知道說, 從911後, 基本上, 世界上的一個戰爭的型態, 基本上已經跟著改變了。 尤其說, 在中國這邊不斷的在推廣他們所謂的超限戰。 就是過去的不對等戰爭。 他們用所謂的, 沒有受到任何的一個拘束之下, 用以小博大的來做他們的一個戰爭的型態。 而且這種戰爭也廣泛的在國際上, 包括美國在波斯灣戰爭的時候, 都有使用, 用資訊先去癱瘓。 甚至說資訊先去癱瘓了所謂金融體系, 還是所謂國軍的一個網路的一個體系。 那我想要問的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要就網軍第四軍的一個建軍。 那現在在我們國防部以及國安局的立場, 我們所謂的建軍是指人的建軍還是設備的一個建軍? 委員好。 可以先說明嗎? 我是國防部通知次長。 我想委員剛才講的非常明確的問題就是, 我們是依據整個的作戰需求嘛。 所謂的作戰需求就是針對威脅的環境。 那這個中間就包含到組織裝備跟編裝嘛。 那剛才跟您報一件事情就是,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我們第一件事情就剛才前面, 剛才這個劉昭偉那邊特別強調的是, 有關於人員培育的部分, 我們要把人的值先提升。 第二個,量提升。 第三個,裝備獲得。 我想就是同步都需要做。 那人的部分我先不跟你討論。 剛剛很多委員都會討論。 我跟你討論, 設備的部分。 過去國軍一直有一個立場, 一直說, 我們國軍的網路是不會被害的。 因為我們去。 報委員, 我們絕對沒有這樣認為。 沒有這樣講啦。 不過過去一直在強調說, 國軍是區域網路嘛。 所以國軍是用所謂的軍網的一個概念。 它跟一般民間的一個網路, 基本上是做一個脫鉤的。 也就是說, 國軍還是用網路線。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網軍是要來保護我們。 我們不要受到了所謂, 剛剛我講的超限戰。 就是他們沒有受到任何拘束。 我現在打的, 我幹嘛打你們國軍? 我直接打你們的金融體系。 我打你們的醫療體系。 我甚至對你們的核電廠發動網路攻擊。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國軍是不是要進入到所謂民間、 民網的一個防衛。 那這樣的話, 這一些未來配置的一個網軍, 他要怎麼做網路上的一個自身的一個資訊安全, 以及他要怎麼去防衛到民網的一個部分。 委員, 我現在給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這個部分, 委員的問題非常的前瞻。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國家的資通安全匯報, 裡面包含到類似財經各方面。 我們國防是它其中一個分組。 所以說相對的狀況, 國防是整個資安體系的一環。 那我們在整個的作業過程中間, 我們主要的任務是防護我們國軍的資訊系統。 同步, 我們也依據資通安全匯報的指導。 所以說, 剛才蕭主任特別有強調, 我們每一年在做相關的資安防護的部分, 我們都會配合政府的政策指導, 去針對政府的網路做資安的見檢, 資安的滲透測試, 以及資安的相關防護作為。 我們現在有清楚地定義說, 到底有哪些單位, 它的網路是屬於不能被害的。 也就是說它不能受到網路攻擊, 我們有這樣把它清楚地定義出來嗎? 比如說像核電廠, 像金融的一個體系。 這部分。 報告委員, 關於您指的應該就是所謂的關鍵基礎設施。 我們國土安全辦公室, 有一個完整的分類, 然後目前也已經有完整的名冊, 最近正在推動一些防護的計劃。 所以在於這個你剛剛指的, 就是國土安全防衛, 就是說在這些是屬於, 不能不容駭客輕易要來挑戰, 來挑戰的。 那我想要請問的就是說, 所以我們現在因應這一道, 因為國際駭客常常還是, 你去規定他不能挑戰, 駭客的一個本質就是他硬要去挑戰。 所以硬要去挑戰的一個過程中, 我們因應了在刑法, 刑法我們只規定了一個362條, 就是侵入他人電腦設備罪。 那在一個這個罪者, 他是用告訴乃論, 所以他沒有人去告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我們國內對於所謂的國際駭客, 是完全不採取任何司法措施, 所以我們這樣任憑駭客來駭, 那我們有怎樣的防備嗎? 報告委員, 一般駭親他會透過跳板, 所以也不太容易追溯到那個真正的源頭, 那當然追溯到之後, 怎麼透過司法合作處理, 就是另外有一些機制在, 但是現在的困難就是說, 其實是很難追蹤到, 所以我們要自保, 第一個就是要有眾生防禦的觀念, 每個機關自己要把你的資安當成柴米油鹽, 你一定要會同你的資安廠商, 把你的資安做好, 那第二線的部分, 我們有個資安科技中心, 它可以提供一些技術管理策略上的協助, 那當然我們在資安會報裡面, 也有不同等級的這個因應的, 是會議或者是機制, 必要的時候我們會啟動, 那我們所謂用的這些防衛的, 所謂的我們防衛這樣的一個, 它使用的設備, 目前我們有針對這樣一個設備的來源, 來做一個管控, 比方說, 在中國提供的一個設備, 我們就認為說這部分, 有被侵入的, 有被放置木馬城市的一個風險,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一個設備, 我們就不去採購, 我們有做這樣的一個細部的規定嗎? 報告委員, 政府機關是不採購中國大陸的設備, 資訊設備, 這個您放心, 所以確定都沒有, 是沒有, 確定都沒有, 我希望這部分必須要確定, 因為我們之前有看過, 我們之前有看過說, 有採購所謂華為的這樣的一個設備, 那我們認為說這樣的話, 如果在採購中國的設備, 如果沒有界定清楚, 還是說, 現在我們不再不斷的強調, 把資訊安全這一塊, 把它外包出去, 外包出去, 那這些外包的產商, 它確定不會去採購到, 有資訊安全之餘的一個設備嗎? 這就必須在採購合約裡面, 去明確的規範, 除了設備, 然後不能轉包等等, 對, 可是它外包出去後, 它外包是給一個民間單位, 民間單位基本上, 它在自己資訊的一個保護, 它確定可以嗎? 所以我一直反對說, 我們國家要把資訊安全, 這一個領域把它外包, 這個應該是, 我們自己站在國防部啊, 國安局的一個立場, 應該自己來做, 甚至我們自己來, 自己來, 研究這樣相關的一個, 軟體上的一個應用嘛, 何必要把這塊外包出去? 報告委員, 外包大概是免不了的趨勢, 但是我們希望, 是我們國內的廠商, 所以現在, 我們產品不買中國大陸的, 我們也不會去委託中國大陸的廠商, 甚至在抬頭, 那個入資來抬頭資, 這些對象, 我們重要的系統都把它排除在外, 我們已經盡量的做了, 那當然, 將來要做, 是更進一步, 扶植我們自己, 國內的資安廠商, 讓他有能力, 有關鍵基礎, 有核心的技術, 能夠來協助我們自己的政府跟業界, 好,可以, 那我還是回到, 我一開始, 我一開始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未來, 到底我們所謂網軍, 第四軍, 我們還是請這個胡宗將回答, 那未來, 我們到底國防部的網路, 要去怎麼架構, 就是我們是不是以後所謂的網軍, 他就沒有受到所謂軍網的一個限制, 還是說他在於說某個空間裡面, 他可以開放他使用任何網路, 就跟剛才前面委員有特別提出來的, 第一個, 我就所謂的網軍的部分, 在我來看, 它只是一個形容詞跟代名詞, 全世界各國現在到現在為止, 也並沒有所謂的, 哪一個國家說它有所謂的網軍,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事情, 大家都才努力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這邊, 剛才前面報告就說, 不管是民進黨, 國民黨, 以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非常感謝委員的支持, 就是大家對資安這一塊都非常的重視, 所以說, 剛才您講的, 不管我們作業的方式來講的話, 我們一定希望, 第一個, 了解我們的威脅, 第二個, 我們要知道威脅以後, 我們就能夠確定我們如何做防禦, 第三個就是說, 有關於攻擊的部分, 原則上, 原則上, 按照全世界公共, 那未來我們這一些, 第四軍他現在, 找到了一些專業的人才, 要在哪裡工作? 我們現階段, 談到就是, 網安的專業人員, 網安的專業人員, 我們現階段, 就在資電作戰指揮部, 資電作戰指揮部, 所以他們在那裡, 可以接觸到的網路, 不限於軍網, 這樣嗎? 他們主要的目的是, 防護軍網, 但是事實上, 我們還是要運用網際網路, 否則的話, 局限在一個溫室的環境中間, 這是更可怕的, 是啊, 我現在就擔心這樣, 不會, 軍網是一個封閉的, 如果成立網軍的話, 必須要管的就是, 包山包海的, 所以委員的問題非常專業, 是的, 對, 好, 未來再提, 好,謝謝, 謝謝, 下一位請林俊憲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本席邀請我們副部長, 副部長, 副部長, 還有我們國安局行政院, 還有我們科技部相關治安的, 負責人代表, 委員你好, 你好, 副部長, 我們今天在討論, 資訊通信安全, 網路快歌的問題, 這實在是一個, 無時不刻在進行的, 沒有聲音的戰場, 這應該是一個熱戰的區塊, 那麼我們國軍啊, 在進行兵器推演的時候, 有沒有在進行相關的, 所謂通信資訊安全網路作戰, 有兵器推演, 謝謝委員專業的指導, 的確如您所說, 網路攻擊已經是變成一個攻擊的太陽, 無論平時, 無論戰時, 所以說我們在任何的兵器推演演練當中, 自然防護, 都有嘛, 作為第一個演練的事項, 是嘛, 都在兵器推演裡面有演練, 那我請教, 中共現在有沒有能力啊, 在正式的熱戰的時候, 他的網路攻擊, 就通信資訊通信安全方面, 大概我們可以抵擋多久? 擋得了嗎? 是, 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網路攻擊是高度機密跟技術性的, 很多網路攻擊, 他是把平時的那個網路, 都找到了, 聽你這樣講, 我問簡單一點, 中共如果進行通信的攻擊, 網路駭客的攻擊, 他多久可以癱瘓中華電信? 這個問題, 我請通知市長做專業報告, 謝謝 我跟通知市長, 因為這個問題, 事實上, 您問說多久可以癱瘓中華電信, 就我可以跟您報告, 就我沒有辦法幫中華電信答覆, 可是就我們現階段國軍來講的話, 我們都採取複釋備援的方式, 兵棋推援, 應該要包括各種不同的攻擊樣態, 委員, 這就是我們講到, 在整個的兵棋推援裡面, 我們有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可是我們現在都只是談說, 如何應處, 如何去復原, 而不是如何被癱瘓到, 跟委員這樣報告, 謝謝委員, 在過去啦, 民進黨時代也曾經做玉山兵棋推援, 現在也有, 當時估算啦, 大概開戰啦, 三個小時啦, 中共就會癱瘓中華電信, 我不曉得現在我們的網域作戰, 防禦能力怎麼樣, 要不然三個小時, 我們台灣的中華電信就會被癱瘓, 你們現在沒有相關的數字嗎? 防禦能力有改善嗎? 我再請教, 行政院的資訊安全匯報裡面顯示, 在各級部門遭受網路駭客的攻擊, 其實跟不同的事件、時間點有高度的關聯, 譬如說在09年台灣就EGFA引起重大爭議的時候, 甚至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甚至於我們國慶的時候, 或者是總統就職的時候, 那麼請問, 最近政府即將交接, 新總統小英即將上任, 是不是就是您所謂的網路駭客攻擊的高峰期? 報告委員, 這也是其中, 最近有特別的明顯嗎? 這個時段算是, 所以我們也已經啟動了這個警戒專案, 有專家說啊, 像國慶啊, 像我們520總統就職, 那中共的網路駭客攻擊, 特別強烈啊, 譬如說他可能想事先了解, 蔡英文總統的就職演說, 或者是我們國慶的演說, 是不是這樣子? 呃, 是的, 是的, 所以你, 數據上也顯示, 確實最近的, 我們受到網路攻擊的次數, 是來到一個高峰期, 對不對? 呃, 我們從過去的經驗, 過去累積的資料, 確實是這樣子, 好, 那也有專家說啦, 對於啊, 我們相關的可能惡意攻擊, 像中共, 他可能比較想了解, 是我們的政治啊, 或者是科技的機密, 那譬如說像韓國, 南韓, 他可能比較想了解產業的機密, 就所謂的商業間諜, 因此啊, 只有一個警告, 談政治啊, 不要用微信, 談產業商業機密啊, 不要用LINE, 你同意嗎? 所以LINE啊, 微信不用說啦, 那LINE這個網路軟體安全嗎? 這網路通信軟體? 報告委員啊, 我們最近幾年也一直在宣導, 公務員不要用LINE去談公務, 不處理公務, 也不要談論公務相關的內容, 講得好喔, 所以啊, 那也不是一個安全的通信軟體, 所以我們在進行公務上的交流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相關的安全, 那我再請教啊, 應該是國安單位吧? 請問中共現在有沒有能力啊, 來竊聽我們台灣, 包括手機在內的所有無線通信設備? 如果你屬於那個下載APP, 然後APP裡面有病毒, 包括手機啦, 包括, 就當然講手機嘛, 因為手機等於一部行動的電腦, 所以, 中共有沒有能力, 確聽趕快點啦, 有沒有, 有啦, 有就有嘛, 時間有限, 所以手機通訊啊, 各位都是, 尤其國安部的官員啊, 公務人員啊, 都是國家重要的幹部啊, 我們時時都要有相關保密的一個嘗試啊, 不要說我們國內的政治真防啊, 過去在九月政爭馬王互鬥的時候啊, 我們就發現啊, 違法的, 違法的政治真防的竊聽, 那其實包括中共, 剛剛國安局的代表告訴我們, 中共有能力啊, 來竊聽我們全台, 所有包括手機在內的無線通信設備啊, 那今天我們一直在講防禦啊, 我來請教啊, 攻擊啊, 我們有沒有能力做網路的攻擊, 台灣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相關的單位, 副部長, 副部長, 有沒有, 這個部分我請通知次長, 先跟你做報告, 謝謝,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我們是以資安防護為主, 不是你啦, 在我們軍方啊, 我們有個資電作戰指揮部, 是, 負責人是哪位, 跟委員報告, 剛才陳如我們資長講的, 防護為主, 那麼我們現在目前, 沒有做攻擊方面相關的一個, 這個任務, 這是機密嗎, 不要客氣嘛, 陸來空三軍, 就是作為防禦, 還有攻擊使用, 必要的時候, 攻擊是最好的防禦, 哪有網路呢, 哪有網路呢, 一路挨打, 一路, 一路只有防守, 台灣都沒有攻擊, 在我們街道的報告裡面, 資電作戰指揮部, 應該是台灣啊, 唯一在執行, 網路攻擊的單位, 是不是在你那裡, 保護委員沒有錯, 那你剛才說沒有在做攻擊, 有嗎, 我說防務為主, 沒有攻擊的人物, 台灣喔, 也確實啊, 是世界上啊, 被列為高危險, 網路攻擊的幾個地方, 幾個國家, 我們來看看, 在世界的排名, 所謂全球最受網路攻擊的國家排行, 我們排第23, 再來, 美國當然是第一啦, 那麼, 面對, 所謂的治安威脅, 我們全球的排名啊, 由第6, 升到第5, 網路惡意軟體攻擊啊, 全球排第26, 垃圾郵件啊, 我們排第3啊, 殭屍電腦, 我們全球也排第3, 那這當中呢, 大家也知道啊, 對台灣, 所謂的網路惡意攻擊啊, 主要都是來自中國, 因此我們除了啊, 要有提升, 不斷的提升我們的防禦能力之外, 我們也要培養, 我們網路攻擊的高手啊, 應該是在你資電作戰處嘛, 是不是這樣子, 資電作戰指揮部, 既然是作戰啊, 就是有手有工, 所以你的單位, 除了執行防守以外, 也在進行攻擊的事項, 這個沒有什麼好客氣的啦, 你不敢講啊, 養兵千日啊, 我們養兵只能來防禦嗎, 必要的時候, 我們也要來主動攻擊嘛, 是不是這樣子, 你是,你是, 作案指揮部的什麼, 包, 包委員, 我是作案指揮部的指揮官, 指揮官嘛, 是, 那其中最重要啦, 當然是人才嘛, 那我們今天, 我們有很多委員, 也不斷的來關心, 就是, 我們要招考啊, 竟然啊, 設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條件啊, 那剛剛你們有提到啊, 會就需求, 來做相關的修正, 因為有些, 有些限制實在莫名其妙, 什麼身高勢力, 年齡等等啊, 我舉個例子啊, 國安局的招考, 所謂的網路安全人員, 去年啊, 沒有人考, 今年耶, 不招考, 為什麼, 你去年會來招考, 結果沒有人來, 你會來招考就是表示你有缺人嘛, 所以你才要, 才要去招考嘛, 結果沒有人來報名, 那今年耶, 你不考了, 報告委員, 我們去年是, 技師有執照的, 沒有人來報名, 但是資金值還是一樣有六個來, 報名我們錄取的六個, 你有技師執照的, 還不夠咧, 還要在公民營單位, 有服務滿兩年以上, 才有資格來考耶, 這樣算起來, 全台灣聽說只有二十幾個人, 有資格來考耶, 那你去哪裡找人啊, 我們有一位, 專家啦, 曾經去參觀過, 中國的所謂相關秘密基地啦, 他這樣形容啦, 他說那看到一些, 中國培養的駭客, 有些就只有十多歲, 留著鼻涕沒有擦的, 你有底光頭的, 赤腳的, 穿拖鞋的, 講話頭, 還會抓頭髮的, 什麼樣的怪節都有啦, 就只有台灣啦, 限制那麼多, 那你怎麼會找得到人啊, 人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不是要等於檢討才要修正, 現在就要改了, 好,謝謝, 謝謝我們相關的, 謝謝主席, 好,不足的部分請出面答覆, 下一位我們請馬文君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麻煩請副部長, 通知次長, 還有國安局副局長, 謝謝, 國安局副局長, 謝謝, 委員你好, 各位好, 我想就今天我們報告的內容, 其實新政府在國防政策藍皮書上面, 有特別提到當選以後, 其實要成立所謂的第四軍種, 就是網軍司令部, 我們其實有很多的做法, 都是向美國學的, 對不對, 其實包括這一次提出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政策走向, 大概也是以美國為主, 不過我想就這個部分, 來深入的探討一下, 就是說, 其實美軍對於成立聯合網路作戰司令部, 他是採取非常高度, 而且謹慎的態度, 像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 在兩個星期之前, 他們在會中推出了2017年度的, 國防授權法案草案, 其中包括設立聯合網路作戰司令部, 這項法案在目前, 是隸屬於美國戰略司令部的網路司令部, 升級為單獨的聯合作戰司令部, 所謂的美國的, 其實他們的司令部, 其實美國下轄大概有九個吧, 以目前來說, 對不對, 他們的聯合, 他們美軍目前下轄九個聯合作戰司令部, 有非洲司令部, 中央司令部,歐洲司令部, 北方司令部, 太平洋司令部, 南方司令部, 特種作戰司令部, 戰略司令部, 運輸司令部, 剛剛講到的網路司令部, 其實本來就是隸屬於戰略司令部, 不過, 因為他們也察覺到這樣的重要性, 所以希望單獨出來, 有一個網路的作戰司令部, 所謂美國的作戰司令部, 並不是另外一個軍種的概念, 它是任務的屬性,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 新政府想要成立所謂的第四軍種, 我想還有很多的面向是國防部, 還有很多國安單位, 包括相關的單位, 要去深刻檢討, 是不是適合我們台灣目前, 有這樣的條件跟需求, 剛剛我們提到的, 他們就, 美軍其實網路司令部, 在2009年6月就已經成立了, 可是它歷經了7年的時間, 才準備升格聯合作戰司令部, 它不是軍種的概念喔, 經過這麼長的時間, 連美國, 他們都要在很多面向上面, 去審慎的評估, 包括很多制度面, 法制面, 還有很多他們必須要考量的條件, 都要那麼長的時間, 今天我們可以在這麼倉促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成立這樣的軍種嗎? 另外美軍他們為什麼會這麼謹慎, 我想其實他們也有很多的考量, 比如說網路作戰, 其實它的原則也還沒有成形, 以及網路聯合作戰的經驗其實也不夠, 因為網路作戰對人類來說, 其實它是一個全新的領域, 全世界來說都一樣, 尤其美國其實它在各方面, 它已經是比較長組的進步, 在這一方面它也比任何國家, 其實我相信都先進, 他們跟中國其實現在, 一直在這一方面做一些突破, 不過網路作戰, 除了這樣子的一個, 全新的領域以外, 其實它是屬於軍事領域的概念, 基於安全跟管理的層面, 卻是影響到包括政府跟民間的產業, 對不對? 它並不是只有像我們以前, 我們的軍總, 我們的國軍, 我們只是由我們的一些軍人, 來面對所謂的很明顯的對象, 它的管理跟安全層面, 其實是還牽涉到很多政府跟民間, 它要考量的, 其實不像我們剛剛, 或者很多大家剛剛提出來的, 這麼簡單而已, 另外它的交戰準則, 其實也還沒有確立, 這個涉及到很多政治法律, 還有軍事層面的問題, 接下來我想也要提出來, 藉進美國這麼謹慎的態度, 我們成立第四軍種, 這樣子的網路作戰的政策, 是不是適合? 因為我從剛才到現在, 我都沒有聽到國防部自己實際的, 你們的看法跟做法, 未來其實這都是你們要承擔的, 我們過去有很多的政策, 包括木兵, 包括很多的制度, 它修正了以後, 或者它倉促的定出來以後, 其實造成後續的影響, 還有傷害, 遠遠大於你這樣子的一個制度面, 或政策面提出來的影響, 所以這裡我想要就六個面向, 來跟國防部做探討, 雖然今天時間也許沒有那麼充分, 以國軍目前的組織來看, 資電作戰指揮部, 也許是民進黨所謂的智庫, 他們所謂要成立第四軍種的基礎, 不過我想請教的, 目前資電作戰指揮部, 指揮官是少將, 如果成立第四軍種的時候, 司令是上將的層級, 那整個指揮部要增加多少邊缺? 國軍能增加這麼多的員額嗎? 尤其是將軍的員額, 因為聽起來好像至少要數千人嘛, 對不對這樣的單位, 要有六千人剛剛我聽到, 不知道是不是正確的數字, 你們覺得可能嗎? 簡單回答就好, 今天我希望做一個初步的探討, 我首先跟您報告一下, 資安是國安的問題, 四色甚廣, 我們現在的這個提升到, 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邊缺的問題, 目前因為資電作戰指揮部, 他只是少將, 指揮官是少將, 可是未來, 他的司令如果是上將, 我們有這麼多的將軍的那些員額, 可以編出來, 然後國軍可以增加那麼多嗎? 尤其在現階段, 未來國軍還要採檢, 四萬五千的員額喔, 怎麼樣增加這些編制的人力, 來執行所謂的網路作戰, 這也是必須思考的方向, 我先提出問題, 我相信國防部可以做一個, 全面性的一個考量, 因為剛剛也提到了, 再過一個月, 可能很快的, 大家要因應像這樣子的一個, 政策的轉向, 我覺得國防部有必要, 把你們的專業, 還有現在可能執行上的, 但我等一下還會提出相關的問題, 大家做一個, 比較全面性的考量以後, 大家來做一個, 比較確切的建議好不好, 另外一個就是說剛剛, 因為最近, 我剛剛講的這個員額的問題, 最近的很多的新聞報導, 都已經展現, 包括海軍, 還有陸戰隊, 其實最近有很多基層的軍官, 疑似工作壓力, 都不堪負荷, 他們選擇的一些方式, 包括親生, 他們希望求得解脫, 或者包括去讓自己, 不曉得是不是有這樣的狀況, 至少他們在精神的問題上面, 有很多人去做這樣的治療, 或者調理原來的戰鬥單位等等, 其實這個已經顯示了, 很多我們在國防, 整個國防的體制上面, 有很多的問題, 是要深刻去檢討的, 第一個, 到底是精簡人力, 導致他的工作倍增, 還是制度面的改革, 造成不良的影響, 或者甚至年金的改革, 讓很多我們的軍事官兵, 大家會感到可能未來前途茫茫, 都沒有什麼機會, 所以這幾個面向, 我們都還沒有討論之前, 我們像最近發生的問題, 不斷的在發生, 我們的一些業務任務, 都沒有減少, 可是我們人力一直在精簡, 你現在有沒有辦法, 再有多餘的人力, 去應付這樣子的一個, 新的編組, 或者一個新的軍種的成立, 這個我想要提出來, 另外第二個, 資電作戰指揮部, 他主要負責的任務, 目前是什麼, 是資電防護為主, 沒關係,不用回答, 其實目前大概是全台的, 通信的一些維護, 還有包括網路管理, 還有頻譜的一些分配運用等等, 那未來對於網路作戰, 全新的作戰方式, 我們國軍有沒有能力, 來做這樣的執行, 第四軍種如果成立的話, 是不是可以, 因為基礎是以我們的, 基電作戰指揮部, 來做一個考量的, 那另外資電, 資電部早就存在了網路部隊, 有沒有, Tiger Team, 有, 執行的成效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問題? 委員好, 我就不用自我介紹了, 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事實上, 剛才前面報告的, 整個我們資電作戰指揮部, 以及國防部, 是整個國家資安防護的一環, 所以說我們都有, 除了我們做我們自己的, 相關滲透測試, 跟資安見證以外, 我們也依據行政院的指導, 像剛才前面報告的, 行政院的相關工房演練, 以及針對各部會的滲透測試, 做資安見證, 因為今天沒有很多時間, 我特別提出來, 就是說, 其實我想, 我們在Tiger Team的網路部隊, 這個裡面, 其實他還是有一些問題存在, 他並不是說, 成立一個部隊, 招台掛上去以後, 你大概人員就定位, 就可以執行任何事情, 今天我們也希望可以提出來, 另外一個網路作戰, 如果在國軍, 台捧防衛作戰裡面, 他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要怎麼樣去搭配我們傳統的至空至海, 以及反登陸作戰, 像這些要進行指揮跟管制的作為, 要怎麼樣去因應, 或者跟原來的怎麼做結合, 這個也是一個要去考量的面向, 另外, 像國防部這幾年來, 建立的一些資訊安全防護的能量,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軍網跟民網的實體隔離上面, 對不對? 目前我們大部分都是採取, 我們這樣實體隔離, 所以其實有很多, 我們大概剛剛也說不要在溫室裡面, 可是事實上我們目前的能量建置, 大部分都還是這樣, 其實跟民網的連結其實非常非常少, 幾乎沒有, 大概除了智慧型手機以外, 可是智慧型手機的開放音樂目編制, 我們擋不了, 我們讓他們可以帶進來, 可是我們現在花很多的時間, 都耗費在驗證上面, 然後每個營區裡面放了, 都設置很多養雞場, 就是放手機啊, 然後大家也不知道到底, 這個部分能不能做一個很好的一個, 隔離跟防護, 所以這個部分, 連這樣都還沒有辦法, 因應這樣的網路作戰, 是不是成立一個第四軍種, 我們這些問題都可以去解決或面對, 這個未來甚至會變成更大的危機, 其實也有可能, 你的人員的來源, 他的背景是怎麼樣, 不曉得, 以前我們說共諜, 還有我們擔心的通敵等等, 他都還是把實際的資訊, 還要透過人去送打, 今天如果在網路上面, 可以很直接的, 有很多的訊息跟資訊, 還有很多的安全, 都可以輸送出去的話, 我們有沒有辦法有效的管制, 這個也是我們要考量的問題, 另外還有我們台灣, 現在面對的是網路戰的強國, 中國, 在虛擬世界裡面, 他們早就一直都處於戰鬥狀態, 尤其目前, 連美國都還沒有站上勝利的山頭, 他們還有很多的領域, 其實是遭受很大的挫敗, 更何況台灣有沒有能力, 直接做到這樣, 那第六個就是未來, 第四軍種, 國安跟國安局, 他的業務要如何區隔, 今天我先提出, 就這六個方向, 我們希望國防部去做審慎的評估, 今天不是一個民進黨, 他們的智庫, 找幾個所謂的專家學者, 說要成立第四軍種, 我們就可以這麼輕率的, 然後不考慮任何的, 我們可能現在面臨的各種問題, 因為台灣不比美國, 美國包括一些氣象資料, 都是由軍方提供給媒體的, 台灣有很多的我們的國情, 我們面臨的威脅, 跟美國完全不一樣, 所以美國還沒有能力做到, 台灣能夠做嗎? 希望國防部秉於你們自己, 非常專業, 還有國防部自己的, 一個政策的保護, 應該要做一個通盤的考量, 而且要給執政黨, 有一個更好的, 一個政策的取向, 這樣對未來, 我們的國家的安全, 可能才有比較大的意義, 謝謝, 我先提出來, 我相信很快還有時間可以討論,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 邱志偉, 邱志偉委員, 邱志偉不在, 盧秀燕, 盧秀燕, 盧秀燕不在, 徐真衛, 徐真衛, 徐真衛不在, 李彥秀, 李彥秀, 李彥秀不在, 徐永明, 徐永明不在, 王惠美, 王惠美, 王惠美不在, 陳明文, 陳明文, 陳明文不在, 賴瑞隆, 賴瑞隆, 賴瑞隆不在, 鍾嘉斌, 鍾嘉斌, 鍾嘉斌不在, 蔣乃欣, 蔣乃欣, 蔣乃欣不在, 張立善, 張立善不在, 黃偉哲, 黃偉哲, 黃偉哲不在, 姚文志, 姚文志不在, 賴世保, 賴世保不在, 好, 我們登記質詢的委員, 除不在場者以外, 均已發言完畢, 我們報告跟巡答結束, 本日會議由委員, 徐志榮、黃昭順、姚文志等, 提出書面質詢, 請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也請相關單位以書面於兩週內答覆, 本日委員口頭質詢為其答覆的部分, 或要求補充資料者, 也請相關單位以書面在兩週內提供, 今天的會議到此, 散會。 適合她的水準chsel, 我 Wand下人請 growing, Tur estabelởne了ナンユ裡心world餅小mia寺仁И,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